团长说着指了指和盖内部的那些图画 大家看 这上面一共有五样图形 刚才召唤出来的 只是其中的第一样 虽然已经是现在这件装备的极限了 但以后呢 一旦打破它的等级 那么这些图形都将会被召唤 威力会比这个人形士兵厉害无数倍 所以 这件装备是好东西 而好东西 自然不会便宜 介绍完这些 又控制着沙子士兵做出了一些动作后 团长就坐下了 等着周围的这些人考虑 而那个沙子士兵 也因为没有了控制而消失 重新变回了盒子里的细杀 周围的人议论纷纷 都对这种召唤出的沙子战士 有着很大的兴趣 很明显 威力是不错的 如果在战斗中 有了这个召唤物帮忙 显然实力会增强不少 老中离得近 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件装备 心中大概有了数 这件装备使用的时候 有冷却时间吗 距离老中不远处 一个年长一些的西亚人开口询问 没有 但是如果沙兵被击沙 而不是自动收回 再次召唤 则会有两个小时的冷却时间 最多可以召唤几个沙兵 又有人开口 现在只能是一个 但我想等到等级提升后 应该可以召唤的更多 面对这个问题 那个战队团长 微微犹豫了一下才达到 升级是需要直接升级装备吗 单独升级沙兵可不可以 这个问题比较奇葩 但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如果沙兵可以单独升级 或许还有其他升级的办法 团长摇摇头 沙兵的威力和数量 是随着装备等级提高提高的 又有两个人 问了一下关注的问题 团长也纷纷回答 至少听起来 一切都不错 不少人心动 但说实话 能够买得起的不多 能不能让一些价格 第一个询问的那位长者 看来是个很有实力的人 开口玩价 团长一听有了兴趣 站起身来 走进了两步 价格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我现在 非常想成为 盛程的第三位七星进化者 这样的装备 我一定要留着自己用的 老人听了皱了皱眉头 有些想要 估计囊中又满足不了 这位团长的要求 老中刚才一直没有出声 只是静静的听着 看到现在周围没人出声 也没人出嫁 才突然问道 你是什么职业 老中这一开口 立刻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刚才大家都把目光 放在这件装备上 没有留心周围 现在一看 这个人竟然是张东方便 一些议论声音就再次响起 团长脸色一变 看着老中沉声道 这个问题很冒昧 你觉得呢 老中怂怂肩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说 那我猜一猜 你一定是位精神类职业者 这一下团长不淡定吗 对老中横眉竖眼 这个不用你管 还有 我可把你这些话 看成是对我的敌意和挑衅吗 老中笑着对这位团长摆摆手 也对其他排外的西亚人摆摆手 说回正事 我问你的职业 其实和这件装备有关 你刚才也说了 控制沙兵需要精神力 那我能问一下 需要多少精神力吗 很多人在这一刻色变 包括刚才尝试出嫁的老人 也包括这位团长 现在 许多人有些明白 老中刚才问这位团长 职业是什么的原因了 老中不清楚 可这个团长就是圣诚的人 他是什么职业 终归是有些人知道的 这些人一想 心下恍然 这位团长是控温室啊 正儿八经的精神类职业 虽然不敢肯定 但是大家看看这位团长 又看看这个八音盒 心中的怀疑产生之后 便向着不可控制的方向 发展的开局 这样一件装备 就算你想要尽快成为 七星进化者 也不至于一定非卖不可吧 并且你要求的交易方式 也不是只有七级水晶 还有六星进化药剂和蓝色装备 后面这两样 可不能让你去转动七级大转盘 那么你要这两样东西 和留下这件装备有什么区别 事出反常必有妖 西亚人虽说没有这句话 但道理是相同的 大家都发觉了蹊跷 一件银色的装备 就算他消耗一些精神力 又能够多到哪里去 团长对老中怒目而是 如果不是现在身处 规矩森严的圣诚之中 他就要对这个东亚人动手了 要消耗精神力 是不是这样 就算现在消耗的不多 那等到他升级了呢 要消耗多少 精神力不是特别丰沛的人 能够坚持使用杀兵几秒钟 老中一连串的发问 让这位团长脸色铁青 他无比焦急 意识到了这个东亚人 在真真假假的 把大家带向一个误区 不要听他的 他在胡说 团长手指都要碰到老中鼻子上了 可却迎来了对面这个人 好争以侠的下一个问题 对了 我还问一句 现在一张这个级别的装备 升级卷轴在这里要多少钱 解封液要多少钱 更高级的升级卷轴和解封液呢 这个问题一出 让周围的人全部安静了下来 大家看着八音盒 嘴巴张开 都意识到刚才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把这个家伙升级 需要多少升级卷轴或者解封液 自己是不是买得起这些 好巧不巧的 周围看热闹的人 正好有一个手中有解封液出售 不过并不是解锁银色级别的 而是解锁白色级别的 就这瓶低级的解封液 这个人的售价百枚四级水晶 这个价格 大概等同于一瓶四星进化药剂 这也是现阶段 银色装备的价格中位 各种药剂装备的价格 在末世的每一个阶段是不同的 虽然整个世界的文明被破坏殆尽 可是依然要遵循一些规律 比如供求关系 当大部分人都集中在某个进化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的一切自然就是最贵的 现在 普通进化者的进化等级在三星左右 装备等级在灰白两色之间 需求最大的 自然是四星进化药剂和银白两色装备 那么这些东西 价格就会很高 当初打声打死抢夺的一星进化药剂 现在价格已经低到了一个很便宜的地位 甚至二星进化药剂也基本上不值钱了 三星药剂算是保值 四星药剂完全就是价值一出 等到人们进化到了四星 那注定三星药剂就要和一星二星一样大减价了 四星药剂便会回归正常价格 五星药剂开始珍贵 但人们这些道理都懂 却不会去理智的思考 他们只会根据自己的腰包 去衡量眼前的物品 一瓶白色级别的解封液就要这么多钱 那么以后银色级别的 绿色级别的呢 蓝色级别的呢 那岂不是要掏空腰包 一下子 大家对这个八阴盒的兴趣大姐 不是因为这东西不好 更不是大家不想要 而是承受不了未来要付出的代价 很多人连战兽都不愿意养活 为什么 归根结底一个原因 就是烧钱 很多人更愿意把这些花费用到自己身上 让自己的实力得到提升 也不会去培养其他的诸如装备 战兽之类 因为大部分人都认为 这样做风险太大 也会降低自己的进化速度和实力 培养起来自然好 可是在培养的过程中 实在是要冒的危险太多了 这个八阴盒升到蓝色级别 估计足以让一个进化者倾家荡产 并且让自己的等级举步不前 到时候 人家一刀宰了自己 夺走了八阴盒 那就完全是给其他人做嫁衣了 老中的几句话 让大家的购买意愿大将 韩长可就着急了 看老中 完全是看杀父仇人一样 周围的人 其实能够买得起的也很少 但气氛这东西是很重要的 联想到将来的问题 连那个最先出价的老者 都露出了遗憾的神色 显然是做决定不买了 大家 大家不要听这个东亚人胡说 他 他就是刻意压低价格的 就是来捣乱的 我们西亚人应该联合对外 韩长这话没错 但也分什么时候 难道一只对外 就应该出高价买你的东西 那你怎么不白送我们呢 那样更能一致对外 很多人干脆就走了 圣城的集市太大 逛两天也逛过完 他们还得抓紧时间 找到自己所需要的 可不愿意在这里浪费时间 团长想要把人叫回来 可终究是拉不下脸 也不知道能说什么 事实上 他也确实隐瞒了一些东西 比如精神力 这件装备叫做杀兵八音盒 使用的时候 是需要一直消耗精神力的 并且消耗的还不少 越是战斗状态就越多 他是控温师 虽然是主职业 可是战斗的时候 并没有爆发力 也没有防御方面的加成 杀兵其实对他的职业 是很好的补充 可他拿出来出售 自然有他想要追求 尽快成为七星进化者的原因 同时 也有精神力消耗过量的原因 这位团长 在发出控温师职业技能的同时 控制杀兵有些力不从心 这才是他要把这件装备 出手的根本原因 至于老中所说的以后 升级所需巨大 这是个问题 对于这位团长 这个层次的人来说 花些时间 还是能够想到一些办法解决的 可现在他说这个没人信啊 谁让他当初 就隐瞒了精神力的问题呢 信誉已经没了 看着逐渐散去的人群 团长有些欲哭无泪 这东西 第一次拿出来是最好卖的 一旦时间长了 名声出去了 那么越来越多的人 就会知道其弊端 就很难出手了 你怎么还不走 看我笑话 看到老中几个人 还留在摊位前 团长没好气的说着 心中已经在盘算 也不知道这些人什么来路 如果没有什么背景 到时候在盛城外遇到 一定让他们知道 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 做生意吗 还能赶人走 老中贪贪手 这在这位团长 看来有些没皮没脸 说正事 这东西 你打算多少钱戳 团长瞬间睁大了眼睛 一脸痴实的表情 卧擦 你刚才说了这东西那么多缺点 现在想买下来 不过马上 这位团长就知道 老中为什么这么做了 其实并不太复杂 无非就是另外一种 压价的技巧而已 跟在老中身边的几个女战士 纷纷左顾右盼 自家老大 现在可以说是富豪一点不为过吧 怎么可以这样呢 嗨 那个了 价格不都说了吗 你这件装备 精神力消耗过多 升级所需花费 停 你出多少 老中满意的笑着 两瓶四星进化药剂 行 我们就成交 不行 一拍两赞 不可能 团长脸都涨红了 这件装备虽然只有银色级别 但发展空间很大 就是钱力也不仅仅值这点钱 你这件装备 精神力消耗过多 升级所需花费 够了 团长喘着粗气 伸出三根手指 三瓶 否则就再见 成交 老中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真正把这件装备 纳在手中 老中很高兴 对于其他人而言 培养这件装备 要花费巨大 可是对于他来说 可并不是什么难事 毕竟 他有运宝葫芦在 随着那件装备等级的提升 这件装备 自然会随之强大 至于精神力 他最不缺的就是这玩意 老大 卖卷轴的地方 一个女战士拉着老中 出售卷轴 老中等人过去一看 都有些意外 按照道理说 出售卷轴地方 应该比刚才出售 沙冰八音河的地方 人更加多才是 可是这里竟然冷冷清清 除了老中外 只有两个人蹲在那里 看写在一块白布上的 卷轴介绍 老中也过去看 这不看还好 一看之下 真正被惊到了 这里的卷轴 竟然上百张 并且售卖这些卷轴的 还只有一个人 一个 看样貌 应该是南美人 至少老中看来 这个人有着显著的 梅斯蒂索人的特征 不过只是好奇了一下 老中就把注意力 放在了那张白布上 上面写着详细的卷轴情况 职业卷轴 11张 分别是 国际健将 撕裂找人 安眠师等 技能卷轴 23张 包括冲击术 阵地术 牵引术等 状态卷轴 15张 包括狂热卷轴 精心卷轴 初级解咒卷轴等等 还有多达50多张的 属性提升卷轴 的确 这些卷轴之中 没有老中期待的 职业晋升卷轴 装备升级卷轴 等等这些 让他略微有些失望 但这个数量 也足以震撼到老中了 老中甚至怀疑 就算盛程的治安再好 但这里终究 不是云顶山庄那样 只属于一个势力 这里鱼龙混杂 帮派繁生 这些百多张卷轴 放在一起 难道就没人动心 漠视一切的道德规则 观念都淡化到 没有甚至附数 财帛动人心之下 怎么就会没人抢劫 他又看了看 这位买东西的 中年南美人 让老中微微惊讶的是 竟然有六星的等级 但和那位团长比起来 这位中年南美人 很明显气势 弱了不止一分 至少看起来很无害 把这些联系到一起 老中心中有了个猜测 那两个人看过了介绍 和这个南美人聊了聊 又询问了一下价格 得到了一个 让他们无法接受的答案后 两个人无奈离开 老中自然也听到了 意外的是 那位南美人 竟然给出了一个 让他没想到的条件 就是这些卷轴 不分开出售 而是整体售卖 这一百多张卷轴 售价是 两瓶七星净化药剂 哪怕是老中这样的大款 听到这个价格 也感到肉疼 要知道 以云顶的富有 现在也只有两个 七星净化者而已 老中也在为了 第三瓶七星净化药剂努力 而这些卷轴 张口就要两瓶 七星净化药剂 还绝不分拆 也怪不得这里门可夺雀 无人问津 那么这些卷轴的价值 真的只两瓶七星净化药剂吗 这个问题 老中仔细看过 上面的详细介绍后 心中仔细思量 觉得 还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很显然 这个出售卷轴的人 不是胡乱要价的 他对现在净化者的需求 很了解 只是 就算真值这么多钱 但这个人 依然采用的是以强带弱 以好代刺的这种销售方式 这估计也是 他非要整体出售的原因 比如职业卷轴里 好职业有 不好的职业也有 比如技能卷轴当中 有些技能是非常好的 有些就有些激烈 比如属性提升卷轴 有一些提升的幅度很大 有一些则略微提升一点 不过 不管怎么说 这些卷轴都是好东西 老中也会心动 特别是那些属性提升卷轴 对于他这种 有着许多百分比提升情况的人来说 那意味着许多 看到好东西 老中自然不好放过 他来到那位南美人的面前 想了想到 真的不可以分开出售吗 我可以把这些属性提升卷轴 全部买下 中年南美人 刚才就已经发现老中等人了 知道这是新买家 所以也一直在关注着他 听到老中这么问 眉头就皱了下 这不可以 回答有些声音 不过老中知道 这可能是人家的说话习惯 也不在意 继续道 你这些卷轴都是好东西 不过你应该清楚 现在没有谁会拿出 两瓶七星净化药剂来买这些东西 换作是我 我宁可培养出两个七星高手 然后把你干掉再把这些卷轴抢了 我想盛成的人 也没有办法去阻止 因为要付出太大损失了 刚才老中看到价格就想 这个人只是看到了东西的市场价值 却看不到人心人性 不过老中马上就意识到 能够走到现在的进化者 真的不懂飞线 显然不能 那就是这个人 应该是在盛成之中有所依仗 所以不太在意这个 而能够在如此巨大利益面前 保他无恙的 这个中年南美人背后是谁 已经可以猜到大概的范围了 你说的没错 但这里是盛成 状态卷轴加上属性卷轴 这些全买下来 你出个价格 中年南美人听到这个东方人 妾而不识 神情就有些不喜 不拆开脉 不能接受 请离开 老中没离开 而是看着这个人很认真的道 你是为撰写师吧 这一句话让中年人差点没做住 下意识惊道 你怎么知道 果然是撰写师啊 能够猜到这个人的职业 老中是从白布上看出来的 这张写着卷轴详细记录的 白布上面字迹的颜色并不统一 明显是不同日期写上去的 并且有过多次更改卷轴数量的痕迹 这说明 这些卷轴是不断更新的 特别是后两种的数量 更改的频率非常频繁 这些卷轴不断被添加到其中 有两种可能 一种 就是这个南美中年人身后 有一个强大的势力 获得了卷轴之后 就会交给他出售 另外一种 就是有人可以不断地制造卷轴 可恰恰在刚才 老中观察这些卷轴种类的时候 这个南美人和旁边摊位聊天 还有之前两个顾客人的谈话中 他透露了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人是没有组织势力的 并且一直在这里售卖卷轴 已经很久了 那么第一种就可以排除了 只剩下第二种 而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制造卷轴的 只有为数不多的 寥寥两三种职业 每一种都极其的稀少 在这些职业当中 拥有如同秀儿光明 使徒职业那样唯一性的 只有一种就是撰写师 这个南美人 身上没有一点杀气血性 进化等级偏偏又极高 可又没有战团 在盛城还能好好地活着 那么答案几乎估之欲出了 他只能是撰写师 不会出去冒险猎杀 变异生命 却有资格和财富 快速进化的撰写师 甚至老中觉得 八九不离十这个人 是要为盛城的统治者 定期送上一定数量的卷轴 才会得到避讳 而那些职业卷轴技能卷轴 也很可能是盛城 自己放出来给他售卖的 确定了这个人的职业 老中心中涌起了 把这个人掠到云顶去的想法 但他知道 那样无疑会和盛城翻脸 所以他按下了这个冲动 你看 我来购买一些状态卷轴 和属性提升卷轴 之后 你自己制造一些 填补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并不会对你 造成太大的影响 你又可以立刻得到一些好处 何对而不为呢 老中声音不大的蛊惑着 我会拿一些 保命的东西和你换 末世之中 强大有两种定义 第一种是 你的实力强 你能够杀死别人 另外一种则是 你保命的东西多 别人杀不死你 对于这位男妹 能够安心成为撰写师 在这里靠着出售卷轴为生 能够说明什么 虽然不会完全正确 但至少在某个方面 说明了个这个人 胸无大志 胆小怕死 而他能够在这里 售卖卷轴 而不是依仗着 自己这个出色的职业 待在一个舒适的场所 安心享受着 美酒美食美女 又说明他心有不甘被人控制 这样的人 一定希望自己 多出几分自保的能力 甚至 可以脱离别人的掌控 那么一些能够保护他的东西 肯定会受到他的青睐 果然 在听到老钟这么说之后 这个中年南美人 没有再次拒绝 而是盯着老钟 仿佛能够看出个花来 一件蓝色级别的战甲 这个中年人眉毛抖动了两下 眼睛瞬间亮起 抿着嘴唇没有说话 一件蓝色级别的战裤 中年人呼吸有些粗重 显然心动啊 一双增加速度的 绿色级别战靴 中年人开始吞咽口水 一只 实力在五级到六级之间的人馈 成交 中年人终于禁受不住诱惑 答应了老钟的条件 从上到下一身装备 一只实力强大的人馈 说这相当于多出一条命 绝对是可以的 甚至 如果这些装备自带的技能好 再多一条命也是可能的 现在普通进化者身上穿的 还是灰白亮色的装备 银色已经是真品了 而绿色 现在都是极少数人才能够拥有的 而蓝色呢 至少这个中年人所知 现在整个圣城 也没有几件蓝色装备 大部分都集中在圣城之主 和贾南德拉大师的手里 两件蓝色 一件绿色 何况还有一个实力那么强悍的人馈 可以弥补他战斗力的不足 这样还不成交 那还要多少 万一人家反悔了怎么办 怎么交易 老钟问道 这个人既然想要获得这些装备 肯定是作为底牌用的 在这里明晃晃的交易肯定不行 南美人考虑了一下 给老钟留下一个地址 让他晚上过来 一个人 老钟答应 这个人虽然职业只能学习一个 但肯定有其他手段 记下地址后带着人离开 又在集市逛了逛 以老钟的眼光 能看上眼的不多 而觉得不错的这些东西 绝大部分价格都高得离谱 老钟也不会去做冤大头 最后只给陪着自己的几个战士 买了一些小玩意 倒是不知道这里 是不是养便衣骆驼比较多的缘故 集市里竟然有大量的战兽粮食出售 要知道战兽之中 有一些也不吃肉的 是素食生命 下辈战队中 就有一些战士的战虫属于这种 平时 云顶不缺便衣动物的肉 给这些战兽喂食 甚至因为喂食的肉等极高 让这些食肉战虫成长很快 但那些素食的就很麻烦 开始的时候 还能把那些人生瓜之类的喂给它们 可以经常不能及时供应 只能去外面找变异植物来给它们吃 在寻找的时候 又要找那些无毒的 符合它们属性和口味的 所以效率奇差 现在这些战兽的成长 已经被那些食肉战兽拉开 逐渐成为了一个问题 没想到的是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出售专门喂养素食战虫的口粮 并且还有分类 可以满足各种类型各种等级的战虫需求 遇到这东西老中自然不会放过 一下子买了很多带回去 当然花费也不费 回到了休息的地方 老中把这些战兽口粮发下去 等了一会 哈曼丹才匆匆赶回 如何 老中看着这个西亚人问 有了答案 只是哈曼丹攥了下拳头 犹豫了一下道 贾南德拉大师为我进行了占卜预言 他给出了答案 但那地方太危险 危险倒成什么程度 老中来这里就是为了星辰沙 自然要搞清楚再做决定 老中沉默了一会 到母盘 哈曼丹苦笑了一下 我就知道你太得道了 是的 星之精灵已经被带到了母盘那里 并且非常可能已经恢复了之前的两者结合状态 现在想要获得星之精灵 进而得到星辰沙 不仅要进入母盘的特殊空间 还要面对外围那些数不清的沙怪 下辈等人微微有些躁动 他们可不希望自己的老大冲动之下去冒险 你们圣城还有没有星辰沙存货 老中突然又问 有是有的 但数量已经不多 并且哈曼丹摇着头说 不会有人出售的 哈曼丹再次离开 只是这次离开不是再去寻求什么帮助 而是去皇宫之中和圣城之主续父子之情去了 把这里留给老中 让他好好考虑一下 明天给他一个答复 老中也的确需要一段时间来考虑是否成形 而且今晚 他还要赴那个中年南美人的约 哈曼丹在圣城的住所同样奢华 虽然没有地下基地那么有现代感和科技感 可是这里充满了中世纪那种金属质感的堂皇 让人进入其中 只有一种感觉 好 土豪 能够形容的也就只有这两个字 整栋庄园 是的 这就是一栋庄园 白玉石和黄金是主基调 白色和金色也是维尔的两种颜色 地面是白玉石 墙壁是白玉石 装饰是金子 物品是金子 哪怕已经在这里待了数个小时 老中和许多战士也没有适应过来这种风格 让那些戴着几乎没有什么作用面纱 露着大片雪白肌肤的侍女们下去 下辈的人接替了服侍老中的工作 并不是那些人照顾的不好 人家才是专业的 而是这些女战士们不放心 他们不允许一点意外的发生 空余的时间 思考的时间 老中把二者利用的很好 就是在制造和研究各种装备 在思考是否要去新之母盘冒险的时候 在等待去和南美人交易的时候 他开始着手制造两件蓝色的装备 以前制造蓝色级别武器装备失败率是很高的 到现在为止 核心成员也无法每个人都拥有 只有真正的灵魂人物 比如老中 夏辈 雷雷 秀尔等人才有 并且除了老中外 其他人也并不是全套蓝色 因为成功率的问题 一件蓝色装备的成功制造 可能意味着数份材料蓝本的消耗 甚至运气不好 这个数量更薄 但现在老中服用了终极降薪 基础成功率提高到了30% 这个就太可怕了 哪怕是在使用硬上甲 哪怕是制造蓝色装备 成功率也接近四五成 所以成功制造了两件蓝色装备后 只失败了一次 显然运气还是不错的 看到老中完成了制造 夏伯在一边猜到 哈曼丹走的时候给你 反正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下 否则有些浪费 老中不解 这可不符合夏伯的风格 这吞吞吐吐的 什么意思 不过对这个女人 老中不会怀疑 跟着她来到了一处地方 看到之后 老中就知道为什么夏伯那么说了 这是一处天然温泉 一处被哈曼丹的庄园 圈了进来的温泉 泉眼并不大 可以却极有规律的向外 吐着清澈温热的泉水 四周已经被白玉石 砌成了一个很大池子 中间是被做成了那幅 曾经收藏在卢浮宫里 安格尔著名的画作 全的形状的雕塑 尖头处的瓶子里 正流淌着涓涓细流 和下面的池水形成循环 在这些温泉之上 漂浮着点点鲜花瓣 正随着水波荡漾 再配合上淡淡的阴晕雾气 让人忍不住心生向往 老中进来后 就感觉到了一丝凉意 他左右看了看 就发现在池子的周围 用纯金的容器 乘着一桶桶的冰块 规律地放在四周 正是良意的来源 在其中几个冰桶里 还写摆着几瓶开了风的美酒 看颜色应该是干红 白葡萄酒和香槟 温泉 鲜花 冰块 美酒也怪不得下背说 如果不来就是浪费了 这个哈曼丹 是真的会享受啊 老中叹息说着 只是眼中却有莫名的神色闪过 很明显 这是哈曼丹给老中准备的 如果他不来 那这些花瓣 冰块 美酒 确实真的浪费了 放在平时 这些对老中的吸引力 并不是太大 想想外面变异 生命变地都是 再强大的人 说不定下一刻都会死去 哪里还有闲心来享受 可是 老中绷紧的神经 也已经太久 以前 根本没有这样的地方 云顶算是环境好的 但最多也就是能洗洗澡 有一个干净的屋子 一床干净的被子 和这里 真是相差太远 是的 享受着周围冰块 散发出来的凉意 看着温热的矿泉 老中心动了 还有时间 泡一会吧 下辈在一边柔声劝导 老中想了下 点点头 或许接下来又不知道 多久要陷入到 不停的战斗之中 趁着现在享受一下也好 脱掉衣服 老中走进了池水里 散发着热量的光滑泉水 浸没了他的全身 每个细胞 仿佛都发出了 畅快的一声深意 下辈倒了一杯酒给老中 这些已经被他检验过 没有任何问题 之后在池边犹豫了一下 也脱下了全身的衣物 走到了池水当中 让老中靠在他的身上 一双手温柔的 给自己男人清洗着头发 整个温泉旁边非常的安静 四周树立着 十几根白玉石柱 两两之间 挂着白色的漫步 把这里和外面 隔绝成了两个世界 老中闭着眼睛 动也不动 任由下辈在他的头部 按动着 那种浑身舒服 爆开的感觉让他恍惚 只是恍惚之间 他听到了一些声音 本能的想要睁开眼睛 可是却发现 眼前是下辈的双手 没事 下辈说没事 那自然就没事 可马上老中就知道 有事了 而且是大了 他明显感觉到了 有人进入到了温泉之中 老中挺直身体 微微正开下辈的怀抱 发现 小敏带志 还有其他一些下辈战队的战士 已经进入到了池水当中 哪怕是见惯了阵仗的老中 此刻也愣了愣 没办法 当数十个白花花的女体 毫不在意的在你面前展开 并且围住你的时候 谁都不可能保持冷静 没事的 下辈在老中耳边 带着笑意说了一句 之后便飘然游走 擦干身体穿上装备 被自己男人笑了笑 后戴上面具 去外面警戒了 留下了手足无措的老中 这个雕塑做得真好 栩栩如生 应该是出自大师之手 一个年纪很小的女战士 看着池水中央的雕塑 一脸的小星星 对于进化者来说 这应该不难 小敏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飘到了老中身边 自然地靠在了她的身上 开始给她清醒 真正难以弄到的 是这些鲜花和冰块 哪怕是有相关的职业者 可也是要浪费精神力的 在漠视做这些事情 可远比以前 做这些奢侈多了 戴之去了另外一边 学着小敏的样子 开始给云顶的领袖 清洗另外一则 那瓶酒我认识 是Screaming Eagle 美国呼啸山庄的 红葡萄酒 不便宜的 酒我不认识 我认识这些金桶金磐 卡迪亚呀 真是土豪啊 都漠视了还这么奢华 仅仅是维护这些 要花多少钱啊 说错了 就因为是漠视 这些才更容易 买不起可以抢啊 你就是个暴力女 那你说这些东西 那些侍女 还有这栋庄园 会是哈曼丹买的 还是她会给人家开工资 这倒是 你这么一说 我也觉得漠视里 弄这么一个地方 要容易得多啊 只是没人愿意做而已 是的 这几十个女战士 进入温泉之后 畅快地聊着天 甚至还会嬉戏追逐打闹 就是 没有一个人去看老钟 仿佛他不存在一样 哪怕是小敏和戴之也一样 仿佛他们正在温柔服务的 不是老钟 而是他们自己 老钟能说什么 你们都走开 这里只能有我自己 可人家都拖了进来了 赶人家走 太绝情了些吧 或者自己站起来 快速离开 那样是不是会被认为 是嫌弃这些女人 要知道 他们可都是为了老钟 出生入死的最忠诚的手下 身体僵直地任由小敏 和戴之百步 老钟脑海里想了半天 最后发现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了这个时候 老钟索性也放得开了 反正这些女人 也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 就当去了岛国 来一次男女公寓吧 好吧 虽然坦诚相对了点 喂 你们洗好没有啊 还有那些酒 给我们留点 外面传来娇声称怪 正在温泉中的女战士们 嘻嘻哈哈地上了岸 擦干身体穿上衣服 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头 看见如同僵尸一样 把身体隐藏在水下 闭着眼睛装睡的老大 平时的镜尾完全消失 转而变成了 调性 一个泡好的女战士 过来啪哒一下 在老钟的脸上轻了一口 顺手还洗了一把胸 然后如同女流氓一样 哈哈 笑着跑了出去 这下可好 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这些女战士 纷纷过来有样学样 把老钟脸都青红了 第二批进来了 然后是第三批 第四批 老钟已经完全麻木 反正这些疯丫头们 也并不过分 最多就是轻易口摸了两下 也不会掉块肉 随他们吧 等到整个队伍 都过来糟蹋了一遍老钟 下背重新进来 看了看周围 随意仍在池边的酒杯 还有空瓶子 甚至一些冰桶里的冰块 都被吃掉了 面具下的翘脸 也忍不住露出了笑意 末世之中 这么放松 甚至放动的时刻可不多 蹲下身体 拿着干净的毛巾 给老钟擦拭着身体 下背柔声道 别怪他们 你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 心里都有些扭曲 在这个世界上 最信任 或者唯一信任的就是你了 他们也需要释放一下 老钟从温泉中站起 刚才脸上的羞奶 和身体的僵硬都消失不见 泉水从健壮的身躯上流塔下 一股坚毅的气势 迎绕四周 下背看得一彩连连 下背说的这些 老钟早就懂 甚至当第一波女战士 进来的时候 他就懂了 否则以他的实力 如果他不想在这里 又有谁拦得住 他不仅懂得下背说的这些 他还懂下背没说的那些 这些女战士们 在用这种看似 荒诞不羁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心思 一起 他们和老钟是一体的 信任 他们没有条件的信任老钟 忠诚 他们服从老钟的任何命运 无畏 只要在老钟的身边 他们不畏惧任何事情 这些女战士 是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来表达支持 因为 所有人都知道 老钟在考虑 是否要前往母坛 这些女战士们 不想让老钟 把他们的安危考虑进去 他们可以死 也不畏惧死亡 只要和他一起 只要死得有价值 他们无法用言语 来表达这种意思 即便是说了 老钟也一定会答应 可事实上 却依然会考虑他们 老钟也的确有着顾虑 他不想把这些忠诚的战士 浪费在这里 你做的那些准备 不要以为我们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 别想自己去 我们会看着他 下背一边为老钟穿着衣服 一边说着 语气平淡的 如同今年的夫妻 老钟微微感到鼻子发酸 这种感觉 在另外一个末世 他没有感到过 所以很陌生 但 真的很好 知道了 老钟抱了抱下背 之后走出漫步 外面 是整齐站的队伍 去找人换东西 来一队人跟着我 说完 老钟自顾自穿过 这些目光火热的战士 快要走出门的时候 突然回头 小米 拜之 你俩技术需要进过 后面先是安静了一下 然后便想起了巨大的哄哨声 巴切莱特正在坏肚子 这是从小就有的毛病 遇到事情就会这样 据说这是一种 心理反应到生理的表现 他匆匆清理完肠道 就要赶去约好的地方 当然 他手中握着一样东西 那是一件他早就准备好的 能够逃命的东西 只是 刚刚走出自己家门 巴切莱特就看见 门口站着几个人 其中领头的人 正是皇宫之中的卫队首领 巴切莱特先生 你要干什么去 巴切莱特下意识的身体 抖了抖 神色就有些不自然 皇宫卫队长眯着眼睛 有些蛮横的 从巴切莱特身边挤了进来 进入了屋子 他和巴切莱特的级别 同样是六星 可所表现出来的态度 却并不是对同等级 进化者的样子 相当的蛮横 甚至无理 走进屋子 随意转了一圈 皇宫卫队长 再次来到巴切莱特的身前 冷声道 听说你今天和那些 滑下来的人谈了很久 你们都说了什么 巴切莱特被这位 皇宫卫队长 看得心中发毛 突然被人说中了心事 下意识地就低下了头 卫队长看着这位 六星进化者的表现 眼中的鼻翼更浓 这个人 凭什么能够和他同一个等级 成为圣城 甚至整个西亚的精英 就凭借他那个 没人保护分分钟 就会挂掉的撰写师职业 自己的进化进化药剂 职业卷轴 技能卷轴这些 都是用命和血换回来的 可这个人的呢 就是制造了几张卷轴 凭什么 皇宫卫队长一直这样认为 他觉得这个南美人 无配赢得他现在的地位 当然 陛下保着他 护着他 他不能把这个人干掉 但却可以欺负他 我 我 没说 没说什么 巴切莱特隐藏在大袍之下的双腿 有些颤抖 他的心中惊涛骇浪 以为自己和那个华夏人的交易 已经被人知道 如果是这样 那么等待自己的结果 会是什么 巴切莱特开始害怕 极度的害怕 接着便开始 恨 恨这个皇室卫队长 恨老钟 恨自己 怎么漠视的时候跑来这边旅游 没说什么 你以为我会信吗 卫队长凑到巴切莱特的身前 脸几乎贴了上去 陛下可是还在等着我的答复 你说 我应该和他说什么 对了 他的红尸最近的胃口不太好 五级以下的变异生命都不爱吃了 你说 你的肉他会不会爱吃 巴切莱特脑海里 出现了一个小山般的红色身影 还有那双新红的眼睛 和锋利的牙齿 身体抖得更厉害了 我 我只是 只是和他 谈了笔卷轴的声音 或许是因为害怕 巴切莱特的话断断续续 英杰轻重不一 说到谈了之后 那个笔字 很轻 以至于卫队长以为那是一个颤音 你和人说话 当然是卷轴声音 难道还会是狩猎任务吗 那你可就要多戴几条裤子了 湿了的时候 好换一换 听到卫队长如此明显的侮辱话语 外面的卫兵哈哈笑着 丝毫没把这位六星进化者放在眼中 巴切莱特张嘴 想要彻底坦白 不料却被卫队长一把掐住了脖子 然后恶狠狠地说道 我可以给你说些好话 但我的话是有价格的 亲爱的巴切莱特先生 你应该懂吧 被控制着已经完全吓傻的南美人 突然停止了下意识的挣扎 看着卫队长愣住 不懂 那我要告诉你如何懂了 卫队长的拳头举了起来 巴切莱特赶紧点头 算你聪明 卫队长放开了巴切莱特 但依然冷冷地盯着他 巴切莱特低着头 尽量不让卫队长看到他的脸 还在颤抖的手在空中一滑 一张卷轴就出现在了他的手中 卷轴上面闪烁着淡淡的红色光运 谢了 尊敬的巴切莱特先生 卫队长拍了拍南美人的脸 有些贪婪地看了一眼这个人的手 之后接过卷轴笑着走了出去 很快 带着人就消失在了这片区域 只是 回到了自己住所的卫队长心中 却有些怪异的感觉 那个懦弱的南美人 临别时看自己的目光中 那解脱一般的如是重负是什么意思 送走了卫队长 巴切莱特擦了他头上的汗水 真正松了口气 原来 这家伙只是过来勒索自己的 而不是真的知道什么 还好 还好 如果依照他平时的性格 现在一定老老实实待在屋里 蒙上被子不敢出去 但现在 巴切莱特想到刚才的窝囊 想到以后 要无休止的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他咬咬牙 关上门走入了黑暗当中 你来晚了 正在寻找人的巴切莱特 被身后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一跳 差点就要捏碎手中的那件东西了 转过身 才发现是那个白天谈交易的华夏人 有事耽搁了 听到这个解释 老中点点头 现在这片区域 已经被他带来的人完全控制 他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否则 现在巴切莱特就是一具尸体 看了一眼南美人 双手空空 东西带来了吗 你的呢 老中一挥手 两件蓝色的战甲和战裤 一双绿色级别的战靴 就出现在了地面 在周围的昏暗环境之中 熠熠生辉 巴切莱特看得双眼放光 就想要碰碰 却被老中的手拦住了 这家伙应该是有空间装备 要是直接放进去后 用别的什么方法逃走 那老中可就亏大了 还缺一样东西 巴切莱特咳嗽了一声问道 老中看着他 平静道 人魁克输了一点 需要你的血来完成最后的炼制 你相信我 不相信 南美人回答得很干脆 但我自有办法保护自己 巴切莱特 没有在刚才被魏队长 欺负的时候反抗 不代表他什么底牌都没有 不用出来是因为他虽然害怕 但后来已经知道了 魏队长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想杀死他 可对老中不同 一旦发现不对 他会立刻把能用的东西都用掉 老中点点头 从空间里放出了一具银尸 这是他之前制造的 因为大量的水晶和材料被消耗 他的空间有了空位 就放入其中 至于为什么没有完成 这个银尸的炼制 那完全是因为 红发和双胞胎姐妹中的银尸姐姐 这两位 雅妮看到同师没有任何反应 可一旦看到银尸 立刻就会发起攻击 因为他和雅田的特殊性 还有一身糯糯装备 实力已经达到了六级左右 哪个银尸也不是他的对手 老中拦都拦不住 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红发则更干脆 连同师都不放过 更别提银尸了 当初第一次和雅妮见面 如果不是老中拦着 双方必定你死我活 后来是老中用了一些特殊的手段 才让两位施小姐和平相处 让红发不再攻击铜尸 但却不再允许老中控制铜尸 已经制造出来的那些 都成为双胞胎姐妹的手下 但对银尸 两位施小姐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 老中一直弄不清楚是为什么 后来只能猜测 大概就和很多独生子女 不想自己的父母 再要一个孩子类似吧 所以这个银尸做出来后 老中一直让他处于沉睡当中 没想到在这里用上了 在银尸身上做了一些准备 之后让巴切莱特 把自己的鲜血 滴入这个银尸的血管里 片刻之后 这个男性银尸就睁开眼睛 先是看了看老中 又看了看巴切莱特 很快走到了后者身边 让男美人喜心于色 现在 巴切莱特真的相信 老中是诚心交易了 因为他已经取得了 银尸的控制权 他哪怕现在赖账取消这个交易 这个人魁也是他自己的了 当然 他不会赖账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他总觉得 只要这个华夏人想 就可以很轻易地杀死自己 巴切莱特的双手挥动了两下 很快 那些卷轴就出现在了老中的脚边 他检查了一下 确实是白天看到的那些 便收入了空间当中 两个人都有空间 都有自己的烙印 这在一定程度上 保证了交易的顺利进行 因为空间装备 哪怕被人夺取 想要完好无损地打开 几率并不是很大 为了感谢你的慷慨 这张卷轴算是我赠送的 巴切莱特或许是太兴奋了 有些这些装备和人魁 他哪怕出圣城战斗也可以 对于他完成心中的愿望 已经很近很近 所以他拿出了一张卷轴给了老中 嘿 火箭 虽然这东西被封印了 但是你只要解开它 那我想你会得到一张强大的卷轴 老中狐疑地接过 只是稍微一看 果然提示卷轴被封印 封印的卷轴 老中别说见过 听也没听过 看着马上要离开的巴切莱特 老中突然喊住了他 在这个南美人戒备的目光中 他迟疑了一下 还是说道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换一个地方 换一个环境 在华夏 我想我可以为先生 你提供更好的条件 撰写师啊 这个职业真的很好很强大 哪怕因此而得罪了整个圣城 甚至西区区 老中也觉得值得 巴切莱特愣了愣 然后对老中 露出了一个到现在为止 最真诚的笑容 很遗憾 我不能答应你 我有自己想去的地方 但我会记得你的邀请 如果有一天有机会 我会慎重考虑的 不介意的话 给我一个可以找到你的信息 老中把云顶的位置 和自己的名字 告诉了这个南美人 巴切莱特表示自己记住 然后迅速离开 小敏带着人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现 看着巴切莱特的背影问道 为什么不把他直接抓去云顶 老中笑笑 自然是因为 他的重要性没有心知精灵高 回到哈曼丹的庄园 老中把这些卷轴拿了出来 神色中很是兴奋 这些卷轴的价值自然很高 可是一定要具体衡量的话 那么无疑 给老中这样拥有多个百分比 提升技能的人来用 是会发挥最大价值的 他先是看了看状态卷轴 这些卷轴里面 有几张价值很高 比如初级解周卷轴 比如初级全状态 加持卷轴 这些卷轴在某些特定的时候 爆发出来的作用 甚至某种程度上 并不亚于一些极品装备 老中仔细观察 看到这些价值很高的卷轴上 都带着巴切莱特的制造灰迹 心中赞叹 自己还是小瞧了这个撰写师 或许因为圣诚在暗中支持他吧 很显然 巴切莱特掌握了不少卷轴配方 这些 以他一个没有去狩猎过的人来说 是不可能做到的 必定有超级势力为他收集 就是不知道 这家伙制作卷轴的成功率是多少 如果可以在二成到三成左右 那么这家伙 简直就是个聚宝盆啊 只是 这样一个人 怎么感觉圣诚并不是太在意呢 这样的疑惑闪过老中的心 不过马上就被50多张属性 提升卷轴所代替了 力量提升卷轴18张 速度提升卷轴7张 目力提升卷轴3张 听力提升卷轴3张 痛感减弱卷轴1张 动态捕捉能力提升卷轴5张 反应速度提升卷轴6张 看着这些卷轴 老中握了拳头 又看了下等级 大部分都是初级的 只有力量提升卷轴有中级的 显然 巴切莱特最擅长制造力量提升卷轴 老中拿出一张初级力量卷轴使用 红光一闪 卷轴化为了虚用 一股庞大的力量 则进入了他的身体 他检查了一下 发觉力量应该是有点提升的 但不多 之后老中接连又用了7张初级力量卷轴 他估算了一下 自己的力量大概整体提高了5%左右 之后便到了瓶颈 这是类似于耐药性吗 老中再次试验了一下 可除了浪费了一张初级力量卷轴之外 力量的确是不再提升了 他想了想 又使用了一张终极力量卷轴 力量却再次有了提升 果然 这些属性提升卷轴并不是无限提升的 而是有一个度达到这个度了 同级别的卷轴就会失去作用 终极力量卷轴有4张 老中用了3张之后 便又到了那个度 老中有些明白 为什么巴切莱特不被圣城 如同一块宝贝一样重视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度的存在 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物 可能已经都到了度 于是除非有了更加高级的卷轴配方 否则巴切莱特对于他们的价值 确实降低了很多 老中又拿起了其他几样卷轴 开始接连使用 最后要么到了那个度 要么没有更多同类别的卷轴后 才停止 剩余的那些 他准备给下辈等人分分 最后 他拿起了那张被封印的卷轴 八方风雨 这张卷轴的名字叫做八方风雨 从名字看得出来 这是一张魔法卷轴 并且还是罕见的双魔法卷轴 通常来说 中低等级大转盘上出产的卷轴 多是是辅助类 比如属性卷轴 召唤卷轴 技能卷轴等等这些 很少有主动类 也就是卷轴本上带着攻击性 或者防御性 这样的卷轴 通常只有到了高等级大转盘上 才会出产 老中就知道 前世的八九级大转盘上 有些非常强大的攻击卷轴 八方风雨就属于这一类 甚至老中看了一下介绍 对这张卷轴的威力 有了大概的了解 这种卷轴 完全是那种一次性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用出去 真的会让范围内 把一切东西灰飞烟灭 特别是还是风水两系的卷轴 激发的时候会造成混合伤害 威力更上一层楼 只是 这是一张被封印的卷轴 老中之所以没见过 是因为其他被封印的装备 通常需要解封卷轴来解开封印 但卷轴被封印 确实没听说过 还好 卷轴给出了解封的办法 同类吞噬 也就是 用这种元素类的魔法攻击卷轴 去献祭给这张卷轴 来解开封印 老中估计 这是一张从终极大转盘上 转动得到的东西 否则不会是被封印的 说实话 如果是老中自己 不会对这种卷轴感兴趣 首先这东西 得到了也不能用 在某种程度上 等于浪费了一次 得到奖励的机会 其次 要解开这种卷轴 需要不知道多少元素类 攻击卷轴 这些卷轴加在一起的价值 比这张卷轴高还是低 谁都不清楚 也就是性价比 如何没人知道 一旦真要是性价比 不怎么样 是要亏本 不过老中要合上卷轴的时候 发现在显示 卷轴图样的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进度条 上面大概有几十分之一 已经被填满 显然 巴切莱特曾经是准备 解封这张卷轴的 至于为什么后来放弃了 老中随便想想就知道答案 肯定是他不知道 献计了多少张卷轴 之后发现所需是一个庞大的数量 所以放弃了 于是才把这东西 当成赠品给了老中 这是一个坑啊 老中无奈地收起 看来只能以后慢慢去填这个坑了 或者 有合适的机会出手 去坑一坑别人 但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的生意还是很划算的 老中的实力在进化等级 职业级别 技能级别 装备血统等方面 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 得到了一次不小的提升 让下辈把能学的都学了 还有剩下的一次 给小敏带芝等几位队长 这一次交易所得 就剩下了些状态卷轴了 这些老中都存起 留待需要的时候使用 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哈曼丹就过来了 询问老中考虑的如何 得到了准备去母盘那边的消息之后 这个西亚人很高兴 急急忙忙地准备队伍 然后带着老中等人就出发了 先是从时空折叠之门总台 传送到了一处分台 之后 根据哈曼丹所说 一上午的路程就到了 随着逐渐接近新之母盘 杀系怪物的数量明显增多 队伍行进的速度 也变得极其缓慢 再到了距离母盘20公里的地方 怪物的密度 已经不允许各个击破 只要动手 就会立刻引来大量怪物围攻 假大转盘也随处可见 不得已 队伍只能停下 继续前进太危险了 老中看着不远处 看上去三三两两 但彼此之间 却只间隔数米的成群怪物 脸上引有忧色 为了星辰杀 这一行真是不太顺利 也幸亏王城那边安静 否则事情就棘手了 钟 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 吸引这些怪物注意力 把他们引到其他方向的办法 你放心 我的队伍可以听从你的指挥 哈曼丹来过这里 可距离他上一次到来 这里已经变化巨大 那就是母盘吗 隐隐的 以老中的牧力 可以看见很远的地方 有一个影子 虽然极小 但根据距离 那家伙应该很大 哈曼丹看了看 一头雾水 压根什么都看不到 老中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使用了属性提升卷轴 在牧力方面 有了极大的进步 或许 我们可以保护您杀进去 然后固守在母盘旁边 等待你出来 就像上次那样 小敏看着这片 沙怪组成的海洋 提出了一个听听 就带着血色的剑影 哈曼丹在一边 眼睛却亮了 可很克制的没有说什么 老中摇摇头 通过这几天 和这些沙怪的交手 还有在圣城了解到的信息 他知道 沙怪的等级 其实并不是高的离 通常在三级到五级之间 偶尔会有六级的出现 但是 这并不代表 星之母盘这里就没有 那只把星之精灵 带走的变异甲虫 老中就很怀疑 是七级的变异生命 还有数量 云顶的人数太少 数百人面对这些 不知道多少的怪物 就算能够冲进去 损失会有多少 哪怕全身绿装 全部都是五星进化也不行啊 不过 老中的做法 还是让哈曼丹 感到了心花怒放 因为他看到 虽然云顶山庄 暂时也没决定 用哪一种方法进入 可是他们却在这里 开始组装一种败来的社会 之前 哈曼丹一直觉得 这些人背着的 都是单独的武器 没想到 竟然是可以组装在一起 很快 十五座高高的塔形建筑 就立在了山丘之上 互相组成了一片攻击群 这些 正是雷暴塔楼 老中之前并没有把这种装备 放在王城的城墙上 因为他害怕 被曙光圣殿 用什么手段 一举击毁了所有城防 留下了雷暴塔楼当后手 这次出来 就一直待在队伍里 感受着上面传来的 狂暴能量 哈曼丹高兴地对老中道 钟 你真是让我惊讶 老中笑笑 可能 让你惊讶的事情 不止于此 哈曼丹不解 还有什么 送你上路 在老中等人离开盛城不久 这座城市里 吹响了许久 没有想起出真号角 皇室卫队 第一皇家战队 盛城最强大的两支战队 加上三支奴军 整齐地排列在了 皇宫之下的广场上 很多盛城的人都闻讯赶来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 这几支队伍直接变出了城 把那些好事的人 拦在了盛城之中 巴切莱特瑟瑟发抖地 跟在队伍之中 心中非常不明白 为什么军队出征 要把他也带着 昨天和那些华夏人的交易 没有被发现 为什么带自己 手中握有蓝色装备 和实力强大的人魁 丝毫没有给巴切莱特 信心和胆气 他依然胆子很小 畏惧的事情太多 不过 终究他还是个六星进化者 并且 对于国王陛下 他的畏惧不浓 因为那个老人对他非常不错 甚至还把一些职业卷轴技能卷轴 交给他去出售 所以南美人犹豫了半天 还是去找了国王陛下 他不想知道为什么带着自己 只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可以回去 那些卫兵自然要拦住他 可不是谁都能随便见到陛下的 不过通报之后 陛下还是决定见巴切莱特 南美人弯着腰 一副卑躬屈膝的模样 进入了陛下特有的华丽兽车 那头卫队长所说的小山般的红尸 正拉着这辆兽车 陛下 敬爱的陛下 您好 愿神永远庇护您 巴切莱特跪在了国王的面前 无比虔诚 是的 跪 这位六星进化者 竟然跪在了这个老年国王的面前 国王坐在巨大兽车里的王座上 笑眯眯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巴切莱特 一脸和蔼 兽车当中 并不是只有这两个人 而是有十几个人 除了国王之外 还有昨天欺负过巴切莱特的卫队长 几支战队的首领 国王最宠爱的小儿子等等 这些人都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个男美人 巴切莱特只是抬头看了一眼 就赶紧又低下了头 心中不知道为什么 升起了不祥的预感 巴切莱特 找我有什么事情 国王艾哈迈德与其亲和地问着 之前看到这个人跪下的时候 艾哈迈德国王心中异常的满足 这种让人敬畏的感觉太好了 大部分的人都憎恶这个末世 都向往救世界 但艾哈迈德不同 他感谢和赞美这个末世 因为正是末世的来临 让他一个将死的老头子 焕发出了第二唇 甘别苍老的身体年轻了 昏花的老眼清晰了 半龙的听力恢复了 甚至 他重新有了在床上征服女人的能力 那是他好多年好多年 未曾尝过的滋味了 之后 他一路进化 直到现在的七星级别 这让他不仅生命得到了延续 还掌握了更加巨大的权力 至于他的进化等级 代表着多少人的骸骨和生命 艾哈迈德并不在意 他现在 是西亚的两位王者之一 在他所掌握的权力之中 最让他为之着迷的 就是掌控别人的生死 而现在 他就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 陛下 我 我 不是战士 我请您同意我回到圣城 去继续我的卷轴制造 巴切莱特刚才虽然感觉不太好 不过想想自己的职业 对陛下还有用 哪怕陛下自己用不到了 自己也可以给他创造价值 他又放下了心 他甚至开始准备得到同意后 如何去感谢陛下 只是 他希望的答案迟迟没有到来 后来 还听到了一句让他魂飞魄散的话 巴切莱特 知道吗 大转盘的降临 把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运气 都摆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 很多人并没有多么有天赋 并没有多么勇敢 并没有多么努力 可却得到了 比那些比他有天赋 比他勇敢 比他努力的人得不到的东西 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艾哈迈德居高临下的 看着跪在地上 没有起来的南美人 如同一位神奇 而你 就是这样的人 巴切莱特大惊失色 猛然抬起头 看着陛下 不知道他怎么说这个 心中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 以前 虽然我们都知道你懦弱胆小 但却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需要你的能力 可是现在 你的这种能力 并不会成为你的专属了 陛下 您 您什么意思 我父亲的意思是 你的能力 他要剥夺 然后交给真正有资格拥有他的人 艾哈迈德国王身边 一个看样子 刚刚成年的青年站了起来 他的身上 有强大的波动 很纯净 如果老钟在这里 他就会知道 这种能力的进化者特有的情况 什么 巴切莱特战了起来 很奇怪 这个时候 他颤抖的身体 竟然平静了下来 有人向我的父王 敬献了一张 提婚卷轴 可以把一个人拥有的职业 完美的玻璃出来 是真正的完美 保留职业的等级 熟练度配方等等 现在 你应该明白了吧 这个青年笑着 因为他正是那个拥有资格的人 他是国王最宠爱的小儿子 他不希望出去冒险战斗 他的父王也不希望他去 为此 艾哈迈德特意让人 进行了一张提婚卷轴 这样他就可以留在皇宫之中 享受着他安全愉快的人生 巴切莱特如坠冰叫 他一下子想明白了很多的事情 头脑从未有过的清醒 接着 他的全身都再次开始颤抖 只是这一次 他是故意的 然后 他在这些人的哄笑和不懈当中 快速穿上了蓝色的战甲战裤鞋子 并且召唤出了人魁 还有 他向着自己 不知道使用了多少张辅助类的卷轴 从未有过正式战斗的巴切莱特 拼命了 这个时候 不拼命 那就真的没命了 可惜 他没有成功 他的级别不低 暗地里也没少给自己服用各种属性提升卷轴 他的身体属性 全部在肚上 他甚至还学会了一些技能 可是 他终究太缺乏经验了 他不知道如何去组合自己的能力 如果去发挥这些能力 所以他只坚持了十几秒 人魁就被杀死 他自己也被死死的按在了地上 你真是让我意外 巴切莱特 这装备是那个华夏人为你知道的吗 艾哈迈德走下了王座 来到还在试图挣扎的南美人身边 我喜欢你 也喜欢哈曼丹带来的那些穿着数百套好装备的华夏人 但你们还是去死吧 说完 手里出现了一张黑油有散发着飞盲的卷轴 在巴切莱特最后的坦叫声中 映入了他的身体 片刻之后 南美人变成了一具干尸 而他的尸体上 漂浮着一张 撰写式的职业卷轴 等到一天的冷却时间过后 我亲爱的儿子 这东西就归你了 售车之中 响起了此起彼此的恭喜声音 或许因为与种的关系 哈曼丹先是正了一下 然后才明白老钟是什么意思 他脸色巨变 张了张嘴 目光在四处游离了一下 这才发现 刚才那些看似散漫的云顶女战士们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完成了对哈曼丹队伍的包围 只要老钟一声令下 估计哈曼丹的手下就会被干掉 虽然云顶战士的数量没有哈曼丹的多 这包围圈看起来稀疏无比 可他一点都不怀疑 他的手下不是人家对手 钟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和你真诚合作 从在华下的时候开始 我就送给过你星辰沙 还有时空折叠之门 来到这里之后 我被你的招待也代表了我的诚意 哈曼丹说着 情绪微微稳定了下来 难道你要出而反而 不遵守我们的约定的吗 钟 那会遭到神的惩罚 老钟笑着 眼睛看了看远方 那边是他们来时的路 人是会变得 特别是在末世 变得尤其的快 老钟手里拿着那块 和惊觉福秋连接的平板电脑 一边看着上面的信息 一边道 我不否认 当初你是真心想要合作的 甚至在我去了你的基地 做客的时候 你依然是打算和我合作的 你送我的那些东西 说明了这一点 哈曼丹默然听着 然后道 说但是吧 但是 老钟没在意这个 到了圣城 或者说 在发现星之精灵 已经被星之母盘 重新收回的时候 你就变了 哇哇 你理解错了 这些都是你自己的猜想 哈曼丹否认 摇着头 一脸无奈 我没错 我比任何人都清醒 因为利益变了 所以你变了 老钟依然不时看着电脑 你的星余事就变了 你害怕我们会赖掌离开 所以想出了 来圣城寻求那位预言家 帮助这种方法 你把星之精灵的位置 说得无比模糊 为的就是让我们 跟着你来到圣城 其实 你看到那只变异 杀系甲虫的时候 你就知道 星之精灵去了哪里 哈曼丹的脸色终于变了 但他还是让自己 尽量平静 你说的这些 都是你的猜测 没有任何证据 你不能把你的意想 当成事实 在末世还讲证据 你不觉得可笑吗 老钟耸耸肩 不过 你想要证据 我可以给你 老钟指了指远方 你说 如果等一下 一支你们圣城的军队 出现在这里 是不是可以当成证据 听到老钟这么说 哈曼丹再也控制不住 心中的恐惧 轻呼了一声 虽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赶紧强迫自己冷静 但还是带着颤抖的声音道 一切都可以是意外 你不能这样就说 我在设计陷害你 我有什么理由陷害你呢 我们之间有协议 对我们彼此都有益处 我没说错吧 是 没有错 老钟放下了电脑 神情变得冷峻起来 但如果我们死了 你可以得到的更多 比如 几百套绿色的装备 数件蓝色的装备 再比如 我身上的空间装备 枪声在这个时候响起 鲜血也开始迸发出来 那是一些知道情况不妙的西亚人 想要趁机突袭 搬回现在的局势 可是云顶战士瞬间告诉他们 什么叫做妄想 什么叫做差距 什么叫做毫无还手之力 仅仅两轮连射 哈曼丹的队伍 就已经死伤殆尽 没办法 哈曼丹的手下进化等级 本就比云顶战士低 装备更是相差几个档次 水晶武器对于他们来说 是不可抵御的 这还是在有几十个战士 看守雷暴塔楼的情况下 哈曼丹面无血色 他知道 如果说刚才还有万分之一 希望和老钟达成协议的话 那么现在 双方已经必定是敌人了 贪婪是原罪 老钟看着哈曼丹说道 很多人说这话就和放屁一样 是的 我承认 确实是 但有的时候你想一下 当你面临死亡身陷绝境的时候 造成这样的原因 就是贪婪 不管你信不信 真的是误会 钟 你想想 如果我真的背弃了协议 为什么不再胜城动手 那里可是我父王的地盘 老钟点头 是的 这看似很合理 但是原因并不难猜 第一 我们的战队实力强 你们想要吃掉我们 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你们不愿意 第二 因为这里 老钟指向了背后 你们的人谁也不愿意伤筋动骨的 来清理心之母寒 都害怕损伤自己的实力 现在有了一只实力强悍的队伍 要来这里 你们怎么可能打扰呢 当然是要等我们动手之后 才出现了 无论我们赢了还是输了 你们都可以付出极小的代价 来获得你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还包括我们的装备 一举两得 多好 哈曼丹还想说什么 可老钟已经没有耐心 听他继续编织谎言了 突然伸出了拳头 激在了这个西亚人的心口 拳头从他的前胸直凑而过 以现在老钟的力量 面对进化等级比自己低 身上还没穿什么 好装备的进化者 完全就是秒杀 你一定疑惑 我们为什么没有早点动手吧 因为我需要你们也来到这里 你们的血肉那些杀系怪物 会很喜欢 而你们盛程来到的队伍 也会很喜欢这些怪物 推开哈曼丹 老钟一摆手 云顶的战士们 便开始收拾这些尸体 血肉碎块 被扔到了有一段距离的另外一边 并且延绵很远 方向 正是众人来时的路 一些附近的杀怪 闻到了鲜血的味道 从那边赶了过来 一下子就发现 沙子上的这些美味食物 这些怪物立刻疯癫了起来 开始沿着这条血肉之路觅食 老钟看着电脑上的那只 正在行径 已经距离这里不远的人类军队画面 计算着和杀怪相遇的时间 之后 以一个猎人的身份 静静地等待着 艾哈迈德信心十足 因为他已经太久没有失败过了 从他使用了一星进化药剂开始 这个世界 就对他展露出了浓浓的好感 让他重获新生 让他利临人间 包括这次的行动 那些华夏人 在他心中无非就是一帮蠢蛋 最后只能为他的王位增添光彩 所以哪怕是再行径的途中 他也没有放弃娱乐 比如让一些美丽的女人 跳着婀娜的舞蹈 比如让传统艺人拉着乌德 比如美酒 香烟 华福 艾哈迈德认为 只有这样 还能够让他接近 甚至超越那些历史上的国王 于是当队伍突然发出了预警 遇到了沙西怪物的时候 他愣了一回 然后才露出了轻蔑的笑容 在沙漠上 哪里没有这种东西 清理了就是 没人敢于不听从国王的话 所以命令立刻被吓打 战斗立刻在广袤的沙漠上开始 出手的 自然是那些奴军 名字虽然带有奴这样侮辱性的字 可是这些战队 其实确实胜成最中间的力 这些战队的核心和骨干 多出自于皇室 通常是那些带着西伯血缘关系的 皇室偏执成员 或者世代为皇室工作 和效忠的家服士 他们秉承了和平时期的誓言和习惯 继续为皇家服务 当然 他们彼此自己的利益 也同样交杂在一起 比和平时期更甚 但奴之一字 自然不可能仅仅表示这些 这个字真正的含义 是那些普通战士 都被烙上奴隶的标签 这种哪怕在和平时期 也很难想象的现象 再没有规则 没有底线的末世 本应该彻底消失 可是却在这里 逆势发展 宗教 信仰 有的时候会爆发出近乎变态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不深在其中 根本无法理解 既然艾哈迈德国王有了命令 三支奴军当中的一支 就迎上了这些数量 看起来并不多的沙系怪物 战斗很顺利 仅仅十几分钟后 这些出现的沙系怪物就全部被消灭 奴军的损失很小 还得到了不少次水晶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可是 麻烦马上就来了 随着队伍的前进 越来越多的沙系怪物出现 战斗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甚至因为战斗所产生的血腥气味 一些沙漠之中的变异生命 也过来凑润了 加入了对这支人类军队的攻击当中 不少人的心中蒙上了一层阴影 派人去前面看看 确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无论艾哈迈德身上 有多少令人发指不可接受的习惯 但终究不知道多少年 一直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 他意识到了 事情或许有了他暂时还不清楚的变异 数只小队从不同的线路 向着前方前进 可半个小时过去 没有任何信息传来 出事了 这个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出事了 售车之中 核心们正在商讨要如何去做 就听见外面传来了呼喊的声音 这些声音当中 带着明显的畏惧 艾哈迈德身体一动就出了售车 他四周望去 看见战士们都在看着天空 他抬头望去 一台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巨大球体 正在从远处飞来 并且已经非常接近队伍 而让这些西亚人惊惧的是 这件空天装备正一边飞着 一边向着地面扔下一些东西 不少精化等级不错的人已经看清 被扔下的 是一块块人类残破的带着鲜血的尸体 很多人想到了沙系怪物 心就开始下沉 几十秒后 那个金色的球体 终于越过了队伍前面的山丘 飞到了人类的上空 然后舱门打开 里面落下了大量鲜血 里面掺杂着许多碎肉 血腥的味道立刻弥散在空气之中 鼠个身影出现在了山丘的峰顶 是沙系怪物 接着 更多的这种变异生命出现 并且疯狂地涌了下来 冲向了更加鲜活的食物 混乱在这一刻突如其来 有的人想要后退 指挥官们想要前冲 还有些人觉得应该顾手 本来就没有什么纪律的奴军大乱 只有皇室卫队和第一皇家战队好一些 艾哈迈德如果现在还不知道被人算计了 那他也不配坐在王座上 他张嘴大吼了一声 声震全场 让局势立刻稳定了下来 他的那些手下的命令 开始清晰地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看到队伍稳定 这位国王脸上绿色闪动 一抬手 一道蓝色的光芒就冲天而起 飞向了仿佛示威一样 停留在半空的金色球体 当的一声 蓝光瞬间击中了球体 把这个巨大的圆球打得飞上了高空 但却没有坠 意外 从艾哈迈德从那眼中一闪而过 他向前走去 看似很慢 实则极快 手中握着的手杖带行进肩不断挥动 把那些试图接近攻击他的杀系生命击杀 很快便来到了杀球之上 入眼处是连绵不绝的杀系生命 数量数不清楚 这一次艾哈迈德带来的人不少 几乎是他亲自掌控的力量中半数之多 但是 这些杀系怪物却太多了 现在他看到的这些 估计最少就有五万之种 如果双方在这里决战 艾哈迈德有取得胜利的信心 但损失 却不是他所能够承受的 事实上 如果他真的那么有决心 他也不会放任星之大转盘在那里称王称霸 艾哈迈德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最主要的敌人 从来都不是那些丧尸或者这些杀怪 而是圣城之中那位影响力 只是稍稍蓄于他的预言者 还有沙漠腹地之中那座 和圣城齐名的神城 于是他下达了撤退了命令 队伍开始一边和杀系怪物接战 一边后退 当艾哈迈德回到了兽车之中时 他最爱的小儿子眼珠转了转道 不枉 我们就这么撤退了 那哈曼丹哥哥 国王陛下冷漠地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 你有很多个哥哥 看着屏幕上传来的画面 老中知道 圣城的人撤了 他静静地等待着 只要这些人撤到了 他心中划定的距离之外 云顶对星之母盘的攻击便要开始了 以这个大转盘为中心 怪物都集中在他的周围 我们虽然引走了很大一部分 但只有一个方向上的 剩下的杀怪依然有很多 自从和老中共育了之后 现在夏辈和他的手下 明显和老中亲近了许多 这并不是说 以前他们不愿意和老中亲近 只是不敢 或者说 心中的敬佩更多 但现在 老中更像是一位年长的哥哥 或者一个相处多年的老友 是家人 是亲人 虽然 他们之中的很多人 年纪比老中都要大 这些话是戴芝说的 他并不同意老中去冒险 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意见 他们的建议是 由他们来逐步清理这些杀怪 确定了安全之后 老中再进入大转盘 星之母盘里面的危险 他们无法去做什么 但在外面 在他们有能力控制的范围内 他们希望尽量创造条件 让老中更加的安全 除了这些大部分的意见 夏辈也是有自己的意见的 他的意思是 老中干脆连母盘里面都别去 而是由他去 换成其他人 是绝对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的 连雷雷都不会 因为这意味着夏辈一旦成功 星之精灵就要归他所有 哪怕在信任的人 面对这种程度保物的时候 你的一句话 都可能引发诸多的猜忌 雷雷等人情商都很高 自然不会去出这个雷区 但夏辈不 他不在意这些 他的心意 也从未放在星之精灵上 而是放在了老中的安全上 他的意思 只是替老中去承受危险 毕竟他也是七星进化者 自觉实力 即便是相比于老中要差上一些 但也不会差太远 如果他进去都没能活着出来 无疑也就是告诉老中 让他也不要进去 至于成功了得到了星之精灵 在夏辈心中 这和老中得到没有任何区别 他依然是会听老中的话 去使用星之精灵 因为他觉得 连自己都是老中的 何况一个元素精灵 老中能理解 所以他拒绝 不是因为会极度夏辈 可能会得到好的东西 而是他现在很清楚 夏辈进去 有八成的可能会死在你 这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真实存在的情况 西亚人之前为什么只是取得了 星之精灵暂时的控制权 而不是永久控制权 要知道他们也是有 弃星进化者的 并且因为西亚区的特殊情况 这些人可能会把 许许多多的利益 集中在自己的手上 这种集中 甚至会带着极端的意义 这一点 在华夏那边是不可想象的 在华夏 首领吃了骨头 至少要给手下喝点汤 可是在这边 皇室或者宗教里的那些人 汤都不会给 这就造成 这里的高等级进化者实力 一定不会弱 加之杀手蟹统 等等这样的地区特色物品 老中并不觉得 西亚区的高端战力 会比华夏的弱 那为什么他们 依然只能获得 暂时的控制权 为什么他们会任由 星之母盘肆意地繁殖 甚至不惜不断地迁移基地 除了哈曼丹所说的 那些原因之外 有一点老中无比确认 就是这个星之母盘 不是那么好闯的 这些西亚人尝试过 但没成功 在老中看来 下辈的实力 最多也就是和这些 西亚区的同级别 进化者差不多 一阵女人的性格 不成功是不会出来的 那么她进入其中 实在是太危险了 很大程度会送命 老中自然不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 虽然没有直接 否定首相们的想法 但她的沉默 已经表明了她的态度 看到圣城的军队 已经被杀戏怪物 逼得接近了老中心里的距离 她开始有序地 下达了一些指令 云丙的战士们 以小队的形式开始分散 从各个方向 对杀戏怪物开始吸引攻击 尽量来摊薄星之母盘 周围的怪物秘密 其中下辈带着一支小队 把一些怪物 吸引到了雷暴塔楼的区域 用这种武器 大规模地消灭他们 获取刺水晶 老中自己也亲自出手 去接下出现的 那些等级高一些的杀怪 这个过程很枯燥 也非常的危险 因为一旦把握 不好引怪的程度 就会让大量怪物移动 这对于只有 数百的云顶战士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好在下辈等人 对这方面非常有经验 实力装备也强 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战 水晶武器在这样 特殊的战斗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因为它们的发射声音很小 不会因为响动惊动怪物 这也在保证了 攻击力的前提下 得以顺利地进行这种吸引 轻角 再吸引 再轻角的行动 而水晶手雷 更是极大提高了猎杀的效率 仅仅是这么一会 得到的次水晶数量 就要比之前一路上 得到的多得多 当然 这要多亏云顶富有 否则仅仅是这些水晶武器的消耗 就足以让很多组织一夜破产 现在 老中得到的水晶 除了六级级以上 包括五级水晶在内 几乎都要分成两部分 其中的一半要作为 云顶水晶武器的弹药使用 两个小时后 圣城的军队撤退的距离 对于云顶来说已经足够安全 老中开始了他早就想好的计划 把这阶段得到的次水 经用那个圆盘合成 终于 一枚九级的次水 经出现在了老中的手中 这可以保证老中 能够在星之母盘上转动一次 并且 老中反复思量 为什么星之母盘上 可以转动得到奖励 这不是普通大转盘的能力吗 最后 老中想到了一种可能 也是唯一一种可能 一种哈曼丹压根 就没和他说的可能 那不是单纯的转动 而是 钥匙 或者说 通行证 进入星之母盘空间的通行证 现在有了这枚九级的次水晶 那么就到了验证自己猜测的时候 让下辈等人继续在外围猎杀杀怪 老中把金诀浮球照了回来 进入其中之后 飞到了星之母盘的上空 然后 跳了下去 耳边划过呼啸的声音 那是自己破开空气造成的 老中伸展着身体 在空中直冲而下 相比于华夏大片大片 被城市占领的土地 广袤的沙漠 更像是生命的禁区 两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但有一点老中觉得是十分相似的 就是空中变异生命数量相对稀少 如果在森林 雨林 山区 高原 老中是绝对不敢用这种方式的 因为 或许没等你落到地面 就已经被飞行类生命 啄成了白本 视线中 星之母盘越来越大 直到触手可及 老中在这个巨大大转盘上面点了一下 借此卸掉自由落体产生的惯性 身体扭动了一下 便落在了地面 厚厚的沙子 为他提供了良好的补充条件 别说这些沙怪 连云顶的人都不知道老中会用这种方式 进入被层层包围的星之母盘 所以当老中落下的时候 星之母盘周围有一小片针控地带 当然 这片地带的面积很小 估计也就是二三十平方米左右 老中在还没有落地的时候 便开始看向了这个巨大星之母盘的盘面 入眼的第一感觉 盘面有些类似于华夏古时的方孔园前 这倒不是说盘面上有个方形的窟窿 而是上面的奖励 像排成了正方形 七乘七的排列 一共49项 在盘面的顶端和这个正方形之上 有单独的一项奖励 老中现在的眼力和思考速度 已经超过了和平时期人们的理解 他落到了地面 对盘面就有了完全的认识 哈曼丹说过 星之母盘上有50个奖励项 这一点他没有说谎 他还说 他们已经转动得到了其中的13项 这个也没错 现在上面 的确还剩下37个奖励 但他们之前得到过什么 在盘面上就看不出来了 已经被转动走的奖励项那里 只留下一个黑色圆圈 不过留下的这些奖励项 可让老中眼睛一亮 37项奖励 能够让老中心动的 至少超过半数 要知道现在的老中 已经是七星进化者 真正的实力和八级生命相差 仿佛能够让他动心的 至少也是要和八星进化药剂 同一个级别的 也就是说 这个盘面上 至少有半数价值 差不多要等同于八星进化药剂 上面 也的确有八星进化药剂 就是那个单独列出来的奖励 高高地挂在那里 吸引着老中的目光 现在的地球 八级生命的数量正在增加 可也没到可以让谁积攒足够多的水晶 去转动出一瓶八星进化药剂的地步 就算运气再好 逆天一般的好 也最少需要十枚八级水晶 这还是要找到那种 只要十枚水晶 就可以转动的八级大转盘 而真实的情况就是 八级九级的大转盘 很少有只需要十枚水晶的 基本上都要十二到十五枚左右 而这里 只要你运气够好 只需要一枚 老中现在手中就有一枚 他没有考虑太多 也没有去更加详细的看那些奖励项 他飞速的把这枚九级的刺水晶 按入了凹槽当中 新之母盘便转动了起来 这个时候 周围的那些杀怪 终于意识到了 有人类进入了核心区域 咆哮着冲了过来 老中压根不和他们纠缠 自然之杖立在了身边 用水平之户 把自己护在了里面 他的目光 随着不断在各个奖励 向上亮起的光亮移动 在转动之前 他自然也使用了排除术 老中可以排除五个选项 这个数据 和高级大转盘相同 老中的排除术 升到了顶级之后 初级大转盘排除九项 也就是拥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 终极大转盘 可以排除七项 正常情况成功率为三分之一 而高级大转盘 可以排除五项 如果盘面上有十个奖励项 成功率为百分之二十 看来 这种元素大转盘的等级 是高级大转盘相同的 亮光并没有让老中等太久 很快便停在了一个奖励项上 老中微微失望 因为并不是那瓶八星进化药剂 而是一件老中也不怎么清楚 是什么的夹子形状装备 刚才时间紧促 他只能排除那些他认识的 并不需要的东西 比如五星进化药剂这些 既然没有得到八星进化药剂 老中的关注重点 就从奖励之上 挪到了自己的猜测上 转动一次星之母盘 是否就是进入他内部空间的钥匙 事实证明 老中猜对了 随着奖励出现在奖励口 星之母盘的盘面随之发生了变化 一扇由黑色光线组成的橘形门出现 并缓缓打开 老中也不犹豫 拿上奖励收回自然之杖 就跳了进去 眼前一黑 身后杀怪的咆哮声瞬间消失 被隔绝在了空间之外 老中向四周看着 水瓶之户散发出的柔和光芒 为他提供了光亮 这是一片极其巨大的空间 至少老中看过去 以他的目的压根就看不见镜头 四周 天空 全都仿佛无边无际一般 只有地面非常特殊 仿佛是由无数块正方形的黑色水晶铺成 这些水晶块连接的地方 是白色的亮线 黑白两色 就这样向着四周铺开 除了地面 是有星光的 老中突然发现在很远的一个地方 有星星点点的光亮传来 他犹豫了一下 撤下了进入其中 便又打开的水瓶之户 向着那个微弱光源跑去 他不得不跑 因为那里太远了 跑了十几分钟 老中逐渐看清楚了 前面变得越来越大光源的样子 他惊讶地停下了脚步 那是一栋全部由白玉建造的宏伟宫殿 是的 就在这片黑色的空旷的空间里 就在这片整齐的黑水晶白亮线的地面上 呜呜地就出现了这么一座无比宏大的建筑 恍如神迹 哪怕是老中知道这个空间是虚幻的 也忍住对这座宫殿感到近 只是老中站在那里看了一回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他想了想 并没有继续前进 而是向着两侧水平移动了一段距离 最后 在震惊中确定了一件事情 这座宫殿 外形就是一只大苍蝇啊 觉得奇怪 毫无头绪 老中谨慎地停下了脚步 没有继续靠近 他宁神思考了一会 目光专注地盯着这座苍蝇一样的灰红宫殿 希望找到一些能够给自己提示的信息 可什么都没有 这座宫殿仿佛就像一座没有任何瑕疵的工艺品 静静地矗立在没有边际仿佛宇宙式的空间当中 老中坐了下来 他虽然担心外面下背战队的情况 也担心王城那边的战斗 但这个时候 他知道这些担心都没有自己的安全重点 如果自己死在这里 那才是和自己相关的人 可是真正要担心的 想了想 老中拿出了那件 从心之母盘上得到的夹子一样的装备 这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 和这里有些联系的东西 混沌极网生家 只是听了这件装备的名字 老中就有些愣然 这个名字很高级 虽然老中也不确定 但他总觉得 能够被大转盘名为很高级的装备 都是非常强悍的 比如 献祭之门 海王冠 元素精灵 而网生这个词 无疑就属于这个类型 看着手中的绿色装备 老中本没有太过于在意 他现在的地位实力财富加底 也让他对绿色级别的装备 没有什么惊喜 看到这个名字 他才意识到 或许这真是一件很厉害的装备 混沌极 增加附着装备一个能力 提升附着装备某个能力一等级 迷雾极 增加附着装备两个能力 提升附着装备某个能力二等级 清晰极 增加附着装备两个能力 提升附着装备两个能力一等级 纯净极 增加附着装备三个能力 提升附着装备两个能力二等级 完美级 增加附着装备三个能力 提升附着装备三个能力一等级 哪怕是这辈子 已经见多识广的老中 此刻也不由地张开了嘴 来赞叹这件装备的 厉害 是的 厉害 很厉害 同时他的心脏也猛然跳动了一下 看介绍 很明显这是件可以升级的装备 按照升一级 便可以在色彩上产生变化的规律 升级到完美级 岂不是要七彩级 这竟然是一件真的和海王冠同一级别的装备 自然 在同一个级别的装备当中也是有好坏之分的 比如献祭之门 在金色装备当中就是顶级的 价值远高于普通金色级别 甚至已经和紫色装备不相上下 或许在以后 完美级的网生家这件装备 不会有全部解封的海王冠价值高 但老中是什么人 可能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出色的工匠 他只是看了一眼 就明白网生家的价值不是体现在他自身上 而是体现在和其他装备的组合上 试想一下 如果以后海王冠提升到了七彩级别 把完美级别的网生家向上面一加 一下子增加三个能力 一下子提升其中三个能力一个等级 这简直就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那几乎意味着两相结合 七彩装备的等级也要向上增加一个等级 七彩本就是世间少有 比七彩等级还多一个级别 那是什么 大概只能用装备之王或者神器来形容了吧 当然 有他牛的地方 自然就有限制的地方 首先 网生家是有冷却时间的 不是说你可以加在这件装备上觉得不好 马上就可以拿下来加在其他装备上 而这之间需要超过100个小时的时间间隔 其次 并不是所有的装备都可以对网生家去提升 混沌级 迷雾级只能使用在蓝色装备级以下 清晰级则可以使用在金色装备上 而纯净级则在紫色装备以下通用 完美级 才可以随便加在什么等级装备上都可以 现在混沌级别的网生家子 最高也只能作用在蓝色和以下装备之上 那么用在哪件上好 老中思考着 最后他还是决定用在五沙上 在没有把紫色的月沙制造出来之前 攻击的提升对他的收益最大 毕竟在防御方面 飞晕之盾或者土之精灵的铠甲 都可以给他提供额外的保护 在使用之前 老中再次看了一眼这件装备 发现在家子的内侧有一幅图案 那是一个类似于 怎么说 老中形容了半天 觉得有些像一个骑在马背上的骑士 只是 那匹马没有头 或者确切地说和骑士的身体连在了一起 半人马 老中终于想起 这个图案和西方一些故事里的半人马那种生物 非常相似 只是 他并不明白这个图案的意思 把网声夹夹在了五沙刀柄上面一点 夹子一惊夹住 立刻便消失不见 同时老中得到了装备 进入冷却的提示 看了一下增加的能力 还有随机提升了一个等级的五沙本身的技能 老中神色动了洞 放下战刀 老中决定走过去看看这座宫殿的情况 反正也想不出什么头绪 那就索性进去吧 很快 他就来到了宫殿的入口处 离得近了 更加能够体会这座宫殿的恢弘和壮观 很难想象 这样的建筑给在和平时期 见证了许多地球奇迹一般标志性建筑的老中 带来的震撼 人力不可为 这是老中心中唯一的评价 迈上台阶 踏雪战靴和玉石之间碰撞 发出了有节奏的哒哒声音 更显空间空旷 到了宫殿的门口 大门已然敞开 老中缓步走了进去 入眼处 是一处富丽堂皇 但颜色单一的大厅 一切都是同一种材料的 颜色也是同一种 甚至连地上的尸体都是 是的 就在大厅的中央 有一具巨大的尸体 身体一些残破的部位 零散的落在周围 和这个宫殿的材质相同 老中在确定了 没有任何生命气息和能量波动之后 走了过去 之后 便看到了不同于这里的颜色 同样也是尸体 但那是人类的尸体 当才老中之所以没有看到 尸体是西亚人 他们来过了这里 西亚人进入过星之母盘这件事情 老中自然知道 否则也带不走星之精灵 只是 为什么自己进来之后 遇到的这座宫殿 是已经被西亚人来过的地方 自己要继续在这里寻找线索 还是这里根本就不是 自己应该来的地方 而自己 又要究竟去到哪里才对 无数问题涌上老中心头 这让他有些烦躁 他清楚地知道 如果自己想不到答案 自己就会被困在这里 不仅得不到星之精灵 还要在这里被彻底放逐 那么 答案究竟是什么 老中开始在这座宫殿里行走 没有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可没有任何的发现 他又回到这些尸体旁边 想象和模拟着当时的战斗 可除了能够确定 这具巨大尸体很强很强之外 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现 等等 老中突然眼睛亮了 他开始四处搜寻 把这个白玉怪物 那些碎掉的身体部位都找回 之后一点点地拼凑了起来 这是一个需要极其耐心 耗费很多时间的活 但老中做得很认真 当他把这个怪物 重新拼凑起来后 心中略有所悟 这是一只蜜蜂 或者大苍蝇 总之 是和这座宫殿形状 几乎一样的蜜蜂 或者苍蝇 和宫殿一样 这几个字是关键 老中是这么觉得的 他隐隐知道自己应该抓住些什么 可是却也想不出什么 这种感觉不太好 老中带着深深的无奈 离开了这个宫殿 既然发现不了什么问题 待在那里也没有用处 老中只能出来继续在这片 仿佛没有尽头的空间里行 为了害怕自己迷路 他在朝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 无断地回头看看 像那座苍蝇一样的宫殿 来保证自己没有偏 迷路 这两字通常来说 人们并不会认为有多严重 可是在森林里 在沙漠里 在深山里 这两个字往往就意味着死亡 老中不想在这片空间里迷路 所以他走得极其的谨慎 好在 他很快就发现了另外一座宫殿 那是一座 仿佛半个船舶的宫殿 没有船的上面 只有船底 老中挠头 这些宫殿怎么都是奇形怪状的 前一个是苍蝇 这个更好 压根不是什么生命 直接改成半艘船了 就和刚才那座苍蝇 或者说蜜蜂野心的宫殿一样 这座宫殿依然庞大壮观 全部由白玉砌成 也依然固零零地立在空间之内 老中这一次没有犹豫 他现在宁可遇到什么危险 而不是这种折磨人的死境 他进入了宫殿的内部 里面和之前的那座很相似 甚至就连地面也有具尸体 应该叫做残骸 更为妥当 那是一处仿佛缩小了几十倍的船型残骸 碎片依然到处都是 残骸的附近 同样有许多西亚人的尸体 这里还是被西亚人截图先登了 老中再次仔细检查了 船型宫殿的所有地方 和之前那座一样 没有任何收获 老中不信邪 继续沿着这条线走 果然 在刚才那座船一样的宫殿 消失在视线中不久 他再次碰到了第三座宫殿 而这座宫殿的形状 是一条带着翅膀的鱼 对于形状 老中已经没有了 最开始的那份惊奇 他直接走到了门口 然后站住了 这座宫殿的门 关着 这种拒之门外 非但没有让老中失望 反而让他无比兴奋 事情有了变化 那就是好的 总比一点变化都没有强 他尝试去推这扇门 可当他的手刚一接触 巨大的宫殿白玉门 就感觉到了里面 有一个极其强大的存在 冲着他狂吼一声 下一刻 老中发现自己出现在了 宫殿的台阶之下 脚下是那种 黑色水晶白色亮线 组成的方格地面 向前一步 就又可以踏上白玉的台阶 老中停了一会 他确定了一些事情 这里西亚人应该是没来过 即便是来过 也和自己一样没有进入过 因为里面的怪物还活着 如果所料不差 那应该是一条 和这座宫殿外形 一模一样的带着翅膀鱼 这么想着 老中继续走到了门口 继续去推那扇门 可依然得到了一声咆哮 和他自己被顺移出了 宫殿的范围这样的结果 第三次的时候 他开始攻击宫殿的门 没用 无论用任何方法 只要身体接触到门 立刻就被移出 他开始围着宫殿转 想要找到另外的进入方式 但压根就没有窗户之类的地方 哪怕老中想要凭借着 自己的实力 爬到宫殿之上 依然只要触碰宫殿 就立刻被传送到了门口 老中有些火大 心中骂了一声 会飞得鱼就了不起啊 嗯 老中突然睁大了眼睛 会飞得鱼 飞鱼 第一座宫殿像是苍蝇 第二座宫殿是半截海船 船底 还有星之大转盘 星之 老中突然叫了一声 他觉得自己终于知道了这里的秘密 星座 是星座 之前遇到的应该是苍蝇座 后来是船底座 而现在眼前的自然是飞鱼座 并且老中此刻也想到了 在网生家上看到的那个半人马图啊 那是不是代表着 自己可以进入一座宫殿 就是半人马座 对于天空中的星座 老中和大多数人一样 了解最多的无疑是黄道十二星座 而他之所以知道这些苍蝇座飞鱼座的 完全是因为他大学选修过外国文学史 那里面的一些知识涉及到了星座 所以他才看过相关的资料 他比其他人多了解一些 知道苍蝇座 飞鱼座 船底座 半人马座这些都是南天四十二星座之一 只是老中不太明白的是 如果他没有记错 天空的星座被人们分为了八十八个 要是一项奖励就代表一个星座的话 那么盘面上应该有八十八个奖励项才对 而是五十个 这又是怎么回事 老中思量半天 不得所以 只能放弃 他猜到了这些宫殿都代表着星座 可问题来了 这里的宫殿应该是按照星图来分布的 就犹如弧形的穷顶 所以才会这个宫殿出现后 另外一个宫殿就看不见了 可他知道这些星座属于南天星座 已经狠得不得了 哪里记得星图啊 记不得星图 那怎么找到 可能就是自己目标的代表半人马座的宫殿 书道用十方横手 老中第一次有了这种感觉 刚才想到答案的兴奋 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知道星图 也就不知道星座的位置 老中无论多么聪明 也破解不开这个难题 可他意识到 既然知道了问题在哪 那么无非就是一个字 找 怎么找 老中决定用最笨的办法 他开始向回走 走到了碰到的第一座宫殿苍蝇座 之后改变方向 向着另外一边走去 他的办法就是 以苍蝇座为原点 半人马座就在附近 那么用这种方式 就一定可以找到 事实证明 老中是对的 他在用这种方式寻找后 碰到的第二座宫殿 就是半人马座 太好确认了 就和往生加上的图案一样 调整了一下呼吸 他走上了台阶 很快来到了宫殿门口 自己猜测的对不对 就看能不能推开这座宫殿的大门 他的双手按了上去 于是 一切便都有了答案 什么都没有发生 老中深吸口气 使劲推开了店门 下一秒 他就看见了里面 站在大厅中央的那头怪物 半人马怪物 同时 老中踏入大厅的第一步 那个仿佛雕塑一样的 半人马怪物 也睁开了眼睛 双方在这一刻对视了起来 老中表面平静 心中却有些骇然 这个半人马 应该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变异生命 但在特殊也是一个变异生命 而不是一位进化者 可是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冷静 看着老中的眼神 冷漠地让人心惊 难道是因为 他是一个半人形怪物的原因 老中缓缓地抽出五沙 经过了增强的火沙场 立刻出现在了他的周围 但红色的沙力 在五米半径范围内 狂暴地旋转着 和空气摩擦发出了 轻微的污液声音 温度也在同时升高 凡是进入火沙场的敌人 都会受到持续性的火属性伤害 在老中的身体上 黑晕之盾现出了形状 土之精灵随手 加了一个黑土铠甲 让他的防御力 瞬间提升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这还没完 老中的脚下 开始流淌出一些沙子 那是踏写战靴之中空间的储存 自从血统得到了改良之后 那里便专门放这些沙子了 在需要的时候 老中会毫不犹豫地激发血果 半人马在这个过程中依然没动 直到看到那些沙子的时候 才终于挥动了一下 手中拿着的白玉长毛 之后 前提突然扬起 接着落下 在地面狠狠地踏了一下 哇 一声吼叫从半人马的嘴里发出 整个地面随之震动 声响在空间里回荡 老中头部一晕 立刻知道这个怪物的攻击 竟然这就开始了 那边半人马前提落下 嘴里发出了声响之后 立刻开始了冲锋 四个巨大的白玉蹄子 在宫殿的地面发出了快速 而匀称的践踏之声 急速冲锋中 手中的长毛高高举起 毛巾上端发出了光亮 随着他粗壮的手臂向后摆去 任谁都看得出 随着他的前进 长毛会随之挥动 直到刺向老中 可惜老中前世 根本就没有去过特殊大转盘空间 自然也无从知道这是何种怪物 如果知道 那么就会认出 无论是之前的踏地呼吓 还是这个冲锋 都是这个半个马的能力 野性呼喊 一网之矛 前者 不仅可以让目标 处于短暂的眩晕状态 还可以增加半人马的各种身体属性 等于是一种临时的强化 而一网之矛 则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攻击能力 利用冲锋带来的动能加成 和白玉毛本身的光属性 来造成伤害 虽然半人马没有水晶 可是仅仅那从他一出手就看得出来 他的实力丝毫不逊于七级的生命 甚至已经接近八级 老钟很快便从眩晕中醒来 却发现 半人马和他的矛 已经到了距离自己近在咫尺的地方 换成其他人 或许这个时候白玉毛已经刺入了身体 但老钟却不同 因为他的周围有火沙场 并且 是被提升了一个等级的火沙场 混沌级网生家 是被加在了蓝色火沙上的 随机提升一个技能 作用在了火沙场上 现在的火沙场 被进入其中的敌人减速效果非常明显 或许 这种明显只是体现在攻击时间 从一秒变成了1.5秒 但这个瞬间 已经足够做很多事情 老钟今天其实是被打来的措手不及的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冰冷的家伙 竟然会这种精神类攻击的能力 如果没有火沙场 那么这一击 老钟可能就要生瘦了 但现在 这点点时间 老钟反应了过来 他的身体动了 急跑发动 本来半人马臂中的一击 被老钟侧步躲过 巨大的半人半马身体 带着光亮的毛 从老钟的身边擦过 接着 半人马被减速之下 加上他冲来的惯性 根本就无法躲开 他的身体因此被踢得晃动了一下 有些碎裂的声音传来 应该是白玉的腿上出现了裂痕 本来可以直接冲过去的半人马 被老钟这一踢生生地停在了原地 也停在了老钟武杀的攻击范围内 接着刀光落下 正常来说 老钟用刀的时候 自然是用武杀的燃锐芒技能 可以发出一道刀芒 劈开前面的一切 可是这一次 燃锐芒的确出现了 也劈了出去 因为老钟自身基本属性的强大 威力更甚 但关键的是 燃锐芒之后 竟然又出现了一个半圆形的罩子 而罩子正好照在了半人马的身体上 并且罩子里面 出现了蝴蝶形状的光刃 顷刻间在里面开始了肆虐 如果熟悉老钟的人一定知道 在急跑和踢击之后 老钟并没有发动任何技能 燃锐芒是蓝色武杀自带的能力 那这光照又是什么 往生家不仅给武杀升级了火杀场 还给了他一个全新的技能 光蝶绞杀 风锐光芒组成的蝶形光 任切割在半人马白玉的身上 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 一些碎屑飘散在光照中 因为扩散不出来 很快就让里面变得有些雾气萌萌 这个过程其实很短暂 只有呼吸之间 这让老钟也有些惊讶 这个光蝶绞杀的攻击频率竟然这么强 只是下一秒 光照便破碎 半人马的长矛轰击在了光照上 在巨大碰撞声中 这个怪物从里面冲了出来 老钟早有防备 土之精灵的跳跃重力发动 半人马脚下的重力立刻发生了改变 老钟这一次则发动了职业技能 万众硬刀斩 十个刀影合在了一起 朝着半人马的身体斩去 刚冲出光照的束缚 身体的重力还发生了改变 加之身处火砂场之中 让半人马的移动受到了极大限制 这一刀已经无法避开 他举起长矛 双手分别握在了头尾两端 就拦在了自己身前 五鲨和白玉长矛碰撞在了一起 老钟感到双臂发麻 下面的攻势也因为这一退而被瓦解 老钟的力量本就是他的优势 在这次服用了属性提升卷轴之后 力量更是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程度 可就是这样的力量 在和半人马碰撞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占到一点便宜 本想一力降实惠 谁承想竟然是棋逢对手 还眼望去 老钟才放心了一点 他敏锐地发现 半人马的白玉蹄子全部出现了裂纹 之前被他踢击的那只更是严重 已经有些轻微的碎块掉出 而那根长矛更是凄惨 虽然未断 可是在中间刚才和五沙碰撞的位置 已经被出现了的大大的窝口 只剩下一丝相连 可以预见 只要稍微用一下力量 这胆长矛就会断掉 半人马仿佛对自己处于劣势非常的不满意 此刻的他已经不像刚才那么完美 身上全部都是被光碟切割出的痕迹 他看了一眼长矛 随手就扔在地上 然后从马一样的身体一侧 拿出了一把长冰斧 老钟这才发现 在半人马的马身两侧 还挂着两把兵器 一把就是这个长冰斧 另外一把是宽背长刀 之前没有发现 只是因为这白玉怪物全身上下都是一个颜色 又被他前面身体壮实的肌肉形状白玉挡着 实在是没有注意 拿起了长冰斧 半人马的气势陡然提升 看着老钟 前蹄再次向着地面一塌 双手把长冰斧舞的来回转圈 虎虎生风 冲着老钟第二次重来 这一次 老钟脸上露出了金融 因为他发现 骨质精灵的重力跳跃能力失去了作用 他来不及思考为什么会这样 手中的武杀再次挥出 第二道万众硬刀展发出 劈向了这个家伙 这是一种气势上的对决 老钟选择了不必让 半人马把手中的长冰斧舞的飞快 在一个合适的时机 和老钟的技能再次撞到了一起 老钟这一次不仅后退了 还飞了起来 落地之后 口鼻之间有了淡淡的兴气 老钟知道 自己的内脏受到了冲击 受了一点并不严重的内伤 在换了武器之后 半人马的实力明显有了一个幅度不小的提升 当当当 老钟以最快的速度站起后 就听见了这样的声音 他看过去 只见那长冰斧已经掉在了不远的地方 斧头和长冰已经分离 显然 刚才的对撞 已经超过了这把兵器所能够承受的极限 而此刻的半人马 前踢已经完全碎裂 前倾向下 好像是跪在了那里似的 因为碰撞产生的力量 半人马虽然没有后退 可也直接毁掉了前腿 这个怪物朝着老钟发出了不甘的一声吼叫 显然 他没想到 遇到的这个人类竟然有如此强悍的实力 两次硬碰硬 全部都是老钟占据了优势 老钟握着刀的手紧了紧 其实他很清楚 刚才如果不是黑暈之盾 或许自己要更加狼狈一些 到了这个时候 胜负已经注定 虽然战斗的时间很短暂 但老钟却一点都没有小看这个半人马怪物 恰恰相反 他觉得 如果是普通七星进化者和他对战 估计赢少富多 这个怪物不仅速度快 力量足 技能也运用的非常合理 并且更换还会提升实力 刚才那个旋转之后 下批的动作 也应该是长柄斧的技能 老钟提刀向前走 他准备结束这场战斗 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可他刚刚迈出了一步就停了下来 因为半人马把宽被长刀拿在了手中 双目额狠狠地盯着老钟 他双手举起了这把长刀 极度危险地感觉传来 老钟此刻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对面的敌人紧紧一个动作 他就感觉到了危机 他毫不怀疑 如果自己就这样站着 一定会被杀死 半人马没有给老钟更多的时间 他举起了长刀雷霆般挥了下来 一道明黄色的光影 从他的身上一闪而出 瞬间到了老钟身前 然后狠狠地冲了过去 场中一片寂静 时间仿佛都凝集了起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老钟才动了动身体 摸了摸胸前 那里黑晕之盾被展开了 黑土铠甲被展开了 蓝色的战甲被展开了 胸膛上是一道浅浅的血线 没有流淌出鲜血 可是皮肤已经被微微切开 他的身前是自然之障 刚刚激发的水瓶之户早就碎裂 前方半人马的身体倒在了地面 失去了生命的波动 已然死去 身体也碎开 不知道裂成了多少块 老钟张了张嘴 心有余悸 刚才他感觉到危险后 立刻激活了水瓶之户 但哪怕是这样 半人马发出的明黄色影子 还是瞬间破开了水系的防御技能 压根没给老钟更换能量宝石的机会 之后破开了黑晕之盾和双层的铠甲 虽然没有对老钟造成太大的伤害 胸口的伤势连轻伤都算不上 最多算是皮外伤 可老钟知道 刚才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如果这个技能的威力能够再大一些 那么 真没想到 半人马的临死一击可以凶悍如斯 他不知道的是 刚才这个能力 本就是半人马的最后一击 需要付出的 是他的生命 因为那是 人马斩 如果哈曼丹没死 如果他随着老钟一起进入了这个空间 那么他就会告诉老钟 这是这些星座守护者们的临死一击 每一座宫殿 每一个宫殿里的怪物 在将死 甚至重伤之后 就会选择把所有的力量和生命 都集中在一起出手 成为自己的绝命一击 也成为对手的绝命一击 在刚开始星之母盘 没有繁衍出那么多手下时 那些西亚人不知道有多少高手 必命在了这临死一击上 当然 哈曼丹或许也会告诉老钟 他之前一直没有想明白的一些事情 比如 为什么现代星座是88座 而这里盘面上奖励项只有50个 看着已经死去的半人马 老钟把彻底毁掉的蓝色战甲 给了运宝葫芦吃掉 换上了一件备用的绿色级别千叶灵光甲 在他换衣服的过程中 半人马的尸体上 开始出现了一些淡蓝色的光芒 接着 一个小小的铜色精灵浮现在了半空 老钟尖头的土质精灵 自从跟随他之后 第一次离开了他的肩膀 坐在小盾牌上 土质精灵朝着新出现的精灵飞了过去 而那个淡蓝色的精灵看到 也快速飘了过来 两个小家伙在空中相遇 仿佛多年未见的好伙伴一样 表现得极其轻易 坐在小盾牌上互诉中长 看到这一幕 老钟眉毛挑了挑 难道因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一个元素精灵 会在这里得到什么意想不到的好处吗 看到两个光屁股娃娃坐在小盾牌上 你拍一我拍一 老钟总觉得这画面和周围严肃的气氛有些不协调 爸爸 他饿了 老钟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因为他遭受到了上万点暴击 虽然现在已经严令土制元素 这个小家伙不准叫自己爸爸了 甚至也不怎么让他在外人面前说话 但突然来这么一句 老钟还是感觉心跳加速 面红耳赤 没有得到任何提示 但老钟还是拿出了一些好东西 给了这两个小家伙 土制精灵结果 显摆一样的拿给小伙伴吃 当一小块鬼精就着一瓶二星进化药剂 被新知精灵吃进了肚子之后 老钟得到了提示 新知精灵 新知元素唯一全能力掌控者 现阶段生长度 出生 现阶段状态 雇佣 前面和土制精灵成为老钟同伴时一样 后面就有些不同了 雇佣 这就是那些西亚人之前得到新知精灵的状态 这个时候 老钟稍微有点后悔 在杀掉哈曼丹之前 再详细问问这方面的情况好了 新知精灵本能一 光辉之地 新知精灵会在需要的时候 照亮一片大小和他自身生长度相关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之中 他的拥有者会获得速度加长 新知精灵本能二 空间无阻 新知精灵拥有精灵的本能 可以在任意空间中自由穿梭 新知精灵本能三 璀探星 新知精灵会在战斗的时候 释放出一颗小星辰 受到拥有者控制 在需要的时候 发出心灰射险 新知精灵本能四 大卫王 精灵可以使用他所感兴趣的物质 来积存体内的能量 能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会进入下一个生长阶段 新知精灵本能五 新知精灵本能六 新知精灵本能七 新知精灵本能十二 相比于土之精灵 新知精灵给老钟的精血要小很多 不仅仅是因为有两个能力 和土之精灵是一样的 最主要是因为雇佣状态下 要多出两个被封印的能力 这几乎让新知精灵的作用减少一半 同时 也有新的疑问出现 得到土之精灵的时候 老钟在那个空间里 可是打声打死了很久 连过了树关 最后不说差点死在里面吧 那也相差不多 但现在 只是进来打了一场 除了最后一击有些危险外 其他的时候 老钟一直占据上风 之后赢了 便暂时得到新知精灵 这 是不是太简单了一些 还有 这个被自己雇佣的新知精灵 可以在身边待上多久 这些 全部都没有提示 之前在土之大转盘的空间里 老钟得到了不少三色卧命统 可是这里除了白玉什么都没有 更别说星辰煞了 同是元素精灵 这差别也太大了吧 老钟翻看了一下半人马的身体 又尝试了一下那些长毛什么的 是否可以当成材料 事实证明这些都是空想 无奈之下 他只能向外走去 可到了门口 老钟突然站住 转身又回到了半人马的尸体旁边 接着从空间里 拿出了一样东西 献祭之门 看了下上面的能量条 老钟很满意 平时他就非常注重对这东西的献祭 只是由于因为有运宝葫芦等这些装备 所以分掉不少材料 不过 自从上次献祭之后 老钟一直在积攒献祭之门的能量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客观的成果 把半人马损坏的那些兵器尝试着献祭 竟然成功了 并且增加的能量还不少 老钟很高兴 终于找到了一个补偿自己辛苦 来到这里的方式了 三样兵器献祭之后 老钟开始把半人马奔尸 把尸体也献祭了 果然 这种白玉 无论是身体还是武器 都是可以献祭的 老钟弄完了这些 还想着把宫殿敲碎了献祭 但结果就是 他想多了 出了半人马座的宫殿 去把之前的那些宫殿里 各种怪物尸体献祭后 献祭之门的能量 就提升了整整一条 现在距离最高可以积存的能量 只差不多一点 老钟很期待 第一次满能量的献祭之门 会给他什么样的东西 由于不知道这个空间里的时间 和外面的比例 手头也没有其他星座 可以去猎杀 老钟便没有继续扩大 自己的搜寻范围 而是回到了进来的地方 那里 有一扇门在等待着自己 老钟手中握着自然之杖 一步迈了出去 接着就听到了一些提示 星之精灵雇佣期 15天 雇佣期间 星辰杀产量减半 15天 产量减半 这样的提示 无疑让老钟很不满意 雇佣的时间和效率 都不能让他满意 击破母盘空间 并且获得最多雇佣次数 可最终赢得星之精灵 永久拥有权 下面这个提示 就要动人的多 至少 他告知了拥有星之精灵的方法 老钟现在有些明白了 哈曼丹其实在这一点上 同样没有和他说实话 星之精灵并不是被人 从他这里夺走了 而是他的雇佣到期了 星之精灵自然回归母盘 而其他人得到了这个小家伙 自然也是人家从这里得到的 而不是从他那里抢去的 就是不知道现在 有没有人雇佣过很多次 因为这涉及到最后 星之精灵的归属问题 对于元素精灵 老钟自然是志在必得 他现在就是怕有人 雇佣过元素精灵许多次 比如圣城的那位国王 只是 他并没有时间 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因为他从大转盘空间一出来 就看到了一个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他穿着一身黑袍 右手托着一颗水晶球 虽然黑袍上连着帽子 却并没有戴 露出了一头白发 和一张看起来有些古怪的脸 之所以说古怪 是因为这张脸给人的感觉太复杂 有一些迷茫 好像 就是很多张脸合在了一起似的 本来 老钟出来之后 应该会马上直面母盘周围的杀怪 但此刻周围的杀怪依然在 远处云顶的战士 也在继续和这些怪物游动 甚至老钟 还能感觉到头顶金色浮球 发出的阵阵联系 可杀怪 云顶的战士仿佛都没有看见他似的 对于他的出现没有一点反应 你所用时间之短出乎我的意料 对面的人率先开口 这让老钟已经马上就要发出去的攻击 暂停了下来 贾南德拉 对面的这位老人点点头 是我 这其实并不难猜 在整个西亚区 能够有能力以这种方式 站在老钟面前的 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而知道老钟来这里的 只有圣城里的那两位 那位国王老钟虽然没有见过 但圣城之中有他的雕像 那么现在眼前这位是谁 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 有事 简单的两个字 却让两个人之间的气氛到了拐点之处 有事 虽然只是一种询问 可也代表着两个字之后的意思 如果没有 那么你拦着我干什么 如果有 是什么事情 抢东西 还是别的 贾南德拉的回答 或许就意味着两位七星进化者 一场战斗的开始 对于这个在前世 给华夏的九星进化者 留下失败阴影的人 老钟心中是充满警惕的 星空预言者这个职业 实在是过于诡异 老钟也没有任何把握取胜 更何况 现在他的状态并不是最完美的 身上的战甲防御力 下降了一个层次 贾南德拉看了一眼 老钟肩头上 一左一右两个元素精灵 眼中出现了明显的眼线 只是过来和你商量一些事情 老钟眼睛睁大了一些 等待着下面的话 我无法肯定 但我想你应该是 华夏最强大的进化者之一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都在被人看着 说着话 贾南德拉的水晶球里 飘出了一些阴暈色彩 里面出现了一片天空 然后是一些画面 那画面老钟很熟悉 估计每一个还活着的地球人 都很熟悉 因为那是末世开始的 那一天出现的画面 老钟的身体骤然绷紧 然后又骤然放松 这还是他重生以来 第一次有人和他说这样的事情 也是第一次 在一个人身上 看到自己内心深处所在意的疑惑 但老钟依然没有说话 他想知道 这位星空预言者下面会说什么 我们在不同的地区 为了生存挣扎 不断地强化自身 如果一切都是被人安排好的 那么那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只是为了帮助人类的进化 或者验证优胜劣汰的自然反格 贾南德拉摇摇头 请原谅我以最大的恶意 去揣测这件事情 但我依然会如此认为 我们是工具 但我们强大到了一定程度 或者说 强大到了天上那些人 希望我们到达的程度 那我们可能就可以非利用了 就会去面临一些 我们以前永远也想象不到的事情 老钟心中想起了前世 那些成为了九星进化者 也并不经常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强者 他也曾怀疑 过了那道坎之后 是不是就会发现一些新的不同 他依然沉默 哪怕贾南德拉说中 他的心中所想 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或许就是战友 要一起面对未知的 可怕的 甚至无可抵御的危险 然后呢 老钟突然说话 应该来自于这个人的猜测 当然 也不排除他从职业技能当中 得到了某些预知 然后 然后就是你是希望你的战友 是一群强大的人 去承担更多的责任 可以更好地帮助你 还是你想看到你的战友 都是一群没有能力的弱者 所有的危险都要你自己去承受 贾南德拉手中的水晶球里画面变了 变成了不知道发生过 还是异想出来的战斗画面 残酷而血腥 老钟嘴角露出了一个 鸡斧般的笑容 说来说去 还是想要让我放弃 争夺心之精灵 却说的大道理通天 老钟活动了一下身体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如果我需要战友 我会自己选择 就算到时候我一个人去面对那些危险 我也保证那是最强的我 贾南德拉先生 你看我像是那种 被你用什么天下苍生忽悠两句 就会把元素精灵这样的好东西放弃的傻逼吗 你想多了 不得不佩服贾南德拉的涵养 被老钟如此说 可在他的脸上 却看不见一丝懊恼和愤怒 这是最明显的拒绝 甚至可以说 我什么都没做 每个人都不可能孤单 一个人 永远做不到很多人能够做的事情 一个棋子在棋盘上会陷入重围 很多个棋子 才有资格和对面拼杀 老钟摇摇头 要么让开 要么我宰了你 贾南德拉终于叹息了一场 向后退了一步 周围立刻按了起来 那个把两个人与周围隔绝出来的屏障 加身了 说不通就要打吗 早这样多好 何必那么虚伪 老钟冷笑一声 手中便出现了一把长枪 接着就扣动了扳机 金门魔弹枪的枪口 喷射出了危险的能量 这个距离 正是这把紫色武器的最佳射程 只是这些带着雷电属性的小小能量弧 却没有如同预想中那样击中贾南德拉的身体 而是出了枪口之后 就停留在了空间之中 老钟的目光 落在了贾南德拉右手 托着的那颗水晶球上 归葬法珠 老钟看到面前骑警的这一刻 就想到了一种装备 那同样是前世和贾南德拉一同流传到了华夏的 这位强大的西亚九星净化者手中 有一颗强大的装备法珠 有着神奇的功能 没想到 这颗就是在贾南德拉七星的时候 就已经掌控在了他的手里 你的博学让人吃惊 贾南德拉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惊怒 他没想到这个华夏人 竟然可以一口叫破自己装备的名称 一边说着要不做棋子 一边却在拼命地使用着大转盘的装备 你不觉得这很可笑 老钟讥笑了一声 心中却在思量 要如何打破这片壁垒 在没有弄清楚前 他不想妄动 这只是达到目的的过程 这些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贾南德拉回答道 不过对于你这样执迷不误的人来说 一切都不重要了 说着 这位西亚九的七星净化者手中的 硅葬法珠亮了起来 从里面开始喷发出一些 和法珠相连的光线 开始的时候很短 但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增长 在空间之中 飘荡的那些金能魔弹枪发射的能量弧 有碰到这种光线的 立刻就被干脆地切开 脆弱得如同纸片 虽然 爆开的能量 会让这些光线的生长慢一些 剑光轮 贾南德拉发出了他的攻击 形势对老中非常不利 他出现的时候 这个西亚区的强者 就已经布好了这个结界 显然让老中 只能在里面和他战斗 但老中也没个选择 如果他真的听了 贾南德拉之前的那通胡言乱语 那等待他的 估计就是一场勒索 看到对手的这个技能 老中知道 这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结界的特性 认定自己攻击无用 才会发出这种 积累能量一般的攻击方式 老中再次扣动扳机 并且是连续扣动 直到打空了 晶能膜弹枪上水晶的能量 在这个过程中 他发现自己的行动 也受到了限制 仿佛陷入了泥沼当中 到处都充满了阻力 能量胡在老中 身前形成了一片屏障 没用的 同级的人 无法破开我的归葬结界 如果你刚才听得进去我的劝说 留下一些可以确保 你承诺延续性的东西 你本不必面对这样的情况 贾南德拉一副 悲天敏人的姿态 他的脸上 却满是得逞后的畅快 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了呀 老中哼了哼 收起晶能膜弹枪 拿出了狙击步枪 在归葬结界当中 他的行动力受到了极大影响 狙击枪拿出来之后 也没有对准贾南德拉的要害部位 可他依然还是射击 这让贾南德拉再次发出了嘲讽 可老中没有被影响 打空了全部都是银色子弹的弹架 老中接着拿出了爆肝机械大师 水晶手雷 和一把水晶枪械 同样在空间之中拟抱 贾南德拉的脸色开始阴沉 最开始 他以为老中这么做 只是为了延缓见光纹的进度 那些能量弧 子弹 射线等也确实起到了作用 可当老中不停地用各种方式 做这些看似无用的攻击后 贾南德拉心中涌起了不安 他觉得 这一切没那么简单 果然 在老中再次扔出了两枚黑油有的水晶手雷之后 龟葬结界出现了第一次晃动 一些仿佛蛋壳碎裂的声音 不断隐隐传来 老中没有什么装备 能够破掉这个神奇的结界 但不代表他没有办法 无论任何的空间 所能承载的能量都是一定的 当超过了这个界限 空间就会爆掉 房子也好 城市也罢 甚至地球 宇宙皆在此炼 龟葬结界自然也不例外 在老中手中的两个元素精灵 关于空间类能力没有解封之前 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方法 既然我不能离开 那就撑爆他 老中这么想 也就这么做了 前世给那个华夏的九星进化者 造成了极大麻烦 甚至可以说是 胜副手的龟葬结界 在这一世 还没有成长到那么恐怖的程度 老中还没有把手段用完 就已经到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 你疯了 贾南德拉也意识到了 老中要做什么 脸色大变 声音已经因为恐惧而变得嘶哑 结界爆掉 我们都会被能量炸死 老中别别嘴 压根没有回答 而是再次从空间里 弹出了两枚水晶手雷 让他们加入到了结界中 已经变得极其不稳定的 能量洪流之中 破碎的声音明显增大 并且越来越大 终于在某一个瞬间 这个被龟葬法珠释放出来 拥有隔绝探查 控制移动 阻隔攻击等诸多能力的结界 再也经受不住里面 狂暴的能量冲突 在贾南德拉的惊叫声中 爆了 突如其来的爆炸 让下辈战队的女战士们 都吓了一跳 纷纷看向了声音传来的地方 同时做好了冲击的准备 那里是星之母盘所在地方 杀怪身为变异生命 对这种能量的疯狂倾泻 更是敏感 他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随着刚才这次爆炸 许多同类一二丧命 无论是人类还是杀怪 在最开始的观察之后 几乎同时向着爆炸发生的位置 冲了过去 前者是因为老钟可能在那里 后者是因为那里是母盘的位置 现在母盘的周围狼藉一片 本来围距在那里的杀怪 全部被炸飞 地面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沙坑 里面是不少杀怪的尸体碎片 仅仅看这些 就可以感觉到 刚才的爆炸是多么的剧烈 方圆几十米距离的生命 全部被清理一空 老钟缓缓走出 远远地对着下背等人挥了挥手 战队立刻改变方向 朝着外壳运动 玻璃和杀怪的纠缠 老钟则利用他的速度 也在最短时间内 远离了新之母盘 按照道理来说 老钟是身处爆炸中心的人 应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才对 可看起来 他一点都没有狼狈的样子 只是脸上表情平淡了一些 杀怪们聚到了新之母盘前 四处咆哮着 不知道在因为什么发怒 站在雷暴塔楼的范围内 老钟看向了远处 他知道 贾南德拉没死 刚才爆炸的时候 老钟自然是早就想好了对策 他可不会真的如同贾南德拉 所说的那样疯狂地想要同归于尽 他在归葬结结破裂的瞬间 就开启了自然之兆 之后迅速移动到了新之母盘的后面 以老钟的身体素质 给他瞬间就够了 再大的爆炸 也伤害不了大转盘 老钟因此躲过了那场致命的能量崩暴 他本以为 贾南德拉即便不死 也要重伤当场 那样老钟想杀想寡 就完全是主动的一方了 甚至 他已经想好要询问的问题 可是 那位星空预言者却在爆炸的时候 发出了一声惨叫 之后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或者保命手段 让老钟在发现他的时候 已经到了至少数千里之外 并且还在飞速地远离当中 果然是前世就极其强大的进化者 这一世依然不弱 圣承两尊大佛 这下老钟全得对了 不过他只是耸耸肩 并不太在意 他在意的只是 下一次如何来这边继续雇佣星之精灵 收拾一下 我们准备离开 老钟没有去继续攻击杀怪 而是下达了撤退的命 他不可能无休止地停留在这里 来转动星之母盘 不如秘境那边随时可能打起来 现在 他可不能回到圣城使用时空折叠之门 那么仅仅是赶回去所需要的时间 就不知道要多少 所以他不能耽搁 好在 之前他利用精觉浮球的特性 已经掌握了这片沙漠的地形地貌 知道该如何 队伍很快便开始撤离 先是顺着来时的路走 顺手清理路上那些攻击圣城军队掉队的沙怪 收集次水晶 之后 又避开回归的沙怪大部队 在圣城旁边十几公里的地方穿过 朝着来到西亚的那个时空折叠之门赶去 换做普通人 哪怕有骆驼和充足的补给 加上准确的导航 想要穿过一片沙漠 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就更别说还要保证速度了 但下辈的战队全部都是五星进化者 说是超人也不为过 也同样有着充足的补给 还有可以发挥出各种能力的装备 在空中精觉浮球的帮助下 在沙漠上划出了一条笔直的线路 插向了目的地 和平时期的生命禁区 在他们的眼中 只是路面比较软会影响速度的坦途 当然 一路上也没有那么安全 他们遇到过几群沙怪 遇到过一只七级的变异沙漠 遇到过大片的变异沙集 甚至还在一处绿洲旁白 碰到了数量在几百人的进化者杀到 队伍没有选择避开 而是全部碾压了过去 这一路并没有用去多长时间 可是队伍几乎就是在高速移动 加上高速战斗中度过 当15个小时之后 队伍到达了目的地的时候 这些骑士和超人差不多的进化者 也有些吃不消 这期间 老中还离队乘坐着精觉浮球 去往那个被杀怪攻破的营地 想把那里的时空折叠之门收了起来 他要为以后留下一点可能 横往圣城的可能 可惜 他去的时候 那里的时空折叠之门已经消失不见 显然圣城派人过来取走了 云少的队伍完成了留守任务 期间经过了几次战斗 这些天 除了偶尔会出现的变异生命 圣城的一支队伍也出现过 显然 他们想要封死云顶回去的路 可惜 或许是时间仓促的关系 或许是觉得云顶主力还在心之母盘的关系 他们派过来的战队人数虽然过了千人 但战斗力不高 被云少战队击溃 让大家先行一步离开这里 最后老中一个人收起了这个出了毛病 只能和另外一个分台之间传送的时空折叠之门 坐着惊觉扶球回到了心之母盘附近 找了一个隐蔽地方 把这块时空折叠之门放下 并且做好了伪装 最后 传回了云顶 探查了一圈之后 带着人回到了一副人王城 一天之内 在地球横跨六七千公里的距离 又跨越了空间来到秘境 现在看来 估计也只有老中和云顶做得到 王城之中 无论是雷雷还是几位王尊 看到老中的时候 都彻底松了口气 这几天老中不在 他们是真的忐忑 好在 曙光圣殿的人在做完全的准备 除了一些试探性的攻击之外 没有发动那种恐怖的众神之力装备 这让覆盖在王城上方的遮天之瓶得以幸存 和几个人谈了谈 把雷暴塔楼安放在第二道防线之上 又把路过云顶时 制造出的一批水晶装备分发下去 本打算去给自己重新制造一件蓝色护甲的老中 被雷雷拉住 回到了老中在王城的住所 坐在自己男人的怀里 把老中的手主动拉进自己的衣衫之中 雷雷满足地发出了几声 带着敌音的低音 我觉得 那个九级的强者 应该来了 老中的手停了一下 直到雷雷发出不满的声音才继续 只是他的眉头却皱了起来 他早就知道云顶和一夫人 终将面对曙光圣殿的九级强者 为此 他准备了数种手段 他之所以冒着风险去西亚区找星辰沙 也是为多出一种 应对这位绝世高手的打击 但现在 他刚从西亚回来 星之精灵还没有出产过星辰沙 自然也无从制造星辰装备 仅仅从这一点上看 老中就没有做好准备 还有 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老中和红发的联系时有时无 本来他以为这是因为 身处两个空间的缘故 可是回到了王城之后依然如此 这让他有些担心 难道红发在亡灵山坡 遇到了什么不可抗拒的存在 想想之前红发宁魂为颠 抽骨为座散发出的气势 老中自己甚至都感觉到了威胁 如此强大的红发 难道真的如阿瑶所说那样 把亡灵山坡下埋着的那些 强大亡灵生命惊醒了 或许当初就不应该让红发倒满 只见是柔腻细润的触感 但心中却有着几分茫然 西亚之行 看似结果不错 可其中的凶险 只有老中自己知道 西亚人的性格和组织方式 让盛程的王国没有下定决心去拼命 这才让云顶占了先机 事实上 如果那位统治者真的很一些 或许结局就完全不同 云顶队伍或许会陷入苦战 并且和新知精灵无缘 而在新知母盘空间 老中虽然挡住了半人马 做最后的临死一击 可也要感谢只有一次考验 否则接下来的战斗 就要用绿色装备进行 那无疑让防御下降了一档 危险系数大大增加 最危险的 无疑还是和贾南德拉短暂的对战 如果不是老中手段繁多 哪怕知道了破拍归葬结界的方法 他也无法脱困 在那个近步于领域的空间里 他可能就要任人宰杀了 冒了这么大风险 如果不把所得化成战斗力 那还不如这几天 待在秘境之中制造一些装备 同时 老中在面对过了贾南德拉之后 也对强者这两个字 有了全新的认识 因为升级到了七星进化 并且大千炼魂术等技能升级 血统加强之后 不经意产生的自大心理逐渐消失 他知道 哪怕自己是重生的 但也不是无敌的 别人或者有着良好的基础 或者有着超人的手段 或者有着逆天的气韵 这些都会造成 这些人并不会比老中弱多少 甚至在某些方面 还要超过老中 比如贾南德拉 比如那位虽然看上去做事胆小 但其实实力不知道有多么强大手中 不知道掌握着多少星辰沙的国王陛下 因为这两个人在 老中甚至都暂时放弃了局云的寻找 连地球上的强者都这样 更何况秘境之中 不知道修行了多少年的曙光圣 那位九级老者 如何高估都不过分 昨天 曙光圣殿那边传来欢呼声音 现在他们已经集结在了城墙之下 他们的圣女 还有古斯那条恶龙都已经到了 三大主力战团也早到了 除了那位九级胜负的到来 我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可以让他们那么高兴 听到雷雷这么说 老中点点头 的确 除了那个九级强者到来和攻破王城 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曙光圣殿的战士 发出集体的呼喊了 趁着他们还没有攻击 我要造一些东西 外面你继续负责 云顶的所有物资归你调配 有什么提升我们战士实力的方法 就尽管用 除了留足水晶武器所需之外 所有的水晶也换成进化药剂 或者其他各种增幅药剂 老中决定放手一搏 自然就豁得出去 雷雷默默点头 身体靠了过去 他和老中一样清楚接下来的威胁 也就不再控制 初音下被你俩进来 两个懵懂的女人 听到雷雷大姐头的大声喊叫走了进去 可这一进去许久都没有走出来 偶尔有路过的战士 会隐约听见里面一些 让人面红耳赤的奇奇怪怪的声音 老中披着衣服 露出见状的胸膛 手中把鬼精和其他珍贵的材料 喂给两个元素精灵 就在刚才 他发现了一个情况 就是两个小家伙抱在一起 是可以消失不见的 这个发现 让以后老中走到哪里 都可以不那么招摇 当他们再次出现的时候 星之精灵的身体之下 多了一个小小的球状体 看上去就如同一颗行星 和土之精灵的小盾牌 应该是同样的作用 两个小东西可以说话 智商虽然不高 但也堪比七八岁左右的儿童 从他们的嘴里 老中知道星之精灵出产 星辰杀的方式 口水 土之精灵是吃饱了拉出来 星之精灵是吃饱了 睡觉的时候流出来 对于元素精灵 这种出产国家特产的方式 老中不得不怀疑 是大转盘的制造者 某些恶趣未发作 两个小家伙吃饱之后 纷纷陷入沉睡当中 星之精灵的嘴角 开始有星星点点的国家特产出现 不过毕竟是减半的产量 想要收集起可以使用的量 还需要一段时间 利用这个控辖 老中考虑了一下 打算真正的开始锻造月杀战刀